欢迎欢迎欢迎 你们咋的 一会有人给你谢花了 谢谢 谢谢 有我啊还有我的 谢谢 我们把这个放到后面 把花的喜气传递给金头前的每个朋友 对 挺漂亮 导演你们看这个怎么能立足 他们来弄吧 辛苦啊 你坐怎么还在的 坐着吧 我站着我习惯了 晚上好啊各位朋友们 自这个麒麟厂之后 我这个先是回先休假了几天 然后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事情 所以我确实跟上一次上播中间 已经隔了比较久的时间了 我们好久不见 也不算太久 上次上次是麒麟厂吧 麒麟厂你还是播了一次了 对吧 对 好 哎呀今天这个面对了这么多人 那天咱们这个前天咱们俩对话的时候 不知道后面有那么多人 有那么多人 我也不知道 我会紧张死了 后来 其实咱俩当时已经很紧张了 对 后来那个出来的数据吓了我一跳 说同期在线400多万人 对 然后这个也明显大家能看到那天晚上的镜头前啊 第一个是因为我跟余老师 我们俩都已经连续好多天 几乎就没有睡着或者没有睡好了 对 我前面三四天都是每天睡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 我估计你也差不多 我是彻底睡不着 彻底睡不着 然后第二个再就是那天呢 本来我们也确实比较紧张啊 因为当时我们的任何一个词语或者句子 都会被大家这个认真的分析啊 大家出于关心 这其实是正常的 所以在这种紧张情况下 我们可能当时显得更不自然 对 今天就稍微能舒展 那天咬了 说咱们两个眼神都对不上 说这两个眼神都对不上 肯定肯定不对付了 我跟余辉 说现实有鬼 不至于 非常感谢大家 刚才上部之前呢 我跟余辉就已经在谈论 我们要搞活动的事情了 先跟大家就小小的剧透一下 在下个礼拜 我会带着所有的主播 一起去滑雪 所有的主播们一起训练滑雪 余辉呢 反复的跟我说 我还有起码教会她了 还有两个没教会 没教 滑雪和游泳 对 一个是滑雪 一个是游泳 我在想要不要教她 因为雨辉的学习能力太强了 一学就会 而且呢 眼看的就要超过我 这个让我心里这个很心酸会 你赶快教我 我多去点地方 才有机会认识这个女孩呢 你 所以下个礼拜 我要教所有的主播 包括雨辉 一起去滑雪 开心开心了 这帮孩子们 我把他们叫做熊孩子 然后刚才我们两个人喜欢瞎聊 刚才又聊到了说我们还要沿着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去进行文旅直播和宣传 这是国家的这种国际建设和一带一路的建设 所以大家以后应该能看到我们这些人的很多的精彩吧 对我们也会跟很多大家平常关注的一些进行联动 对对对 确实于老师也收到了很多这样的真诚的邀请 我们也想借这些机会之后呢 把东方真选的影响力走出直播间 对对对 也感谢我们粉丝们 丈母娘们的这个支持啊 我说这一次说实在一点 这是一种一次集体纠错行为 就是不关注我们内部纠错 而且是我们的所有的真心爱东方真选和宇辉和新东方的这个粉丝朋友们 帮助我们一起来一点一点的纠正了这一次公司的这个错误 那么逐渐的让我们这个回到了这个正常的轨道上来 所以呢我要向所有的粉丝呢 表示真心的真诚的感谢 谢谢你们对我们的一路既往的支持 谢谢 小黄车里有您自己买好不好 好那我呢这个今天呢特意的就是给所有的主播们 就是我们的孩子们啊写了封信 所以我提前谢给大家读一读吧 宇辉可以吧 对当然 这个读一读 这个我跟孩子们的交流啊 这个稍微有一点长可能要读十分钟啊 要不你先说几句吧 我又怕丈母娘不乐意了 大家都想听你讲话的 今天呢余老师收到了好多丈母娘送余老师的花 也是真诚的祝福余老师和东方真选都能好 我也给大家实事求是的表达我的这个整个心理 心路历程 我感觉自己真的就是休个假 然后被卷入了一场狂风骤雨 就像昨天田田给大家说的 我像一个小草一样趴在泥江里 然后任凭大风大雨让世界颠倒 其实我是年轻没有经验的 我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一切 所以我每天就跟余老师一直电话 然后余老师建议就是别说 别解释 然后君子寡言 所以无需自证 因为越自证越会掉入逻辑的陷阱 对 君子寡言君子不变 所以那几天我跟余晖的沟通 还是一直确实比较顺畅 对 然后余老师就说这个保持沉默 等事情冷静下来的时候 我们再去沟通 然后呢 当然那两天我也给大家说了 就是可能大家看到了网上 各种各样的消息和传言 确实有很多人联系 甚至开出了一些极其吓人的 添加的offer 但是我也给余老师在第一时间表达了 我说只要我收到一个 我都会跟余老师坦诚相待 就是我的去留只是一个结构问题 但就是不管我去 还是说我现在选择留下 我们俩之间都是完全信息共通 然后了无芥蒂的 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之所以我就是还内心 就是比较的带定某种意义上 就是因为我跟余晖 保持了非常良好的沟通 而且呢 余晖呢 把这个他身边遇到的任何事情 都跟我一起来讨论 一起来表达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余晖他不仅是 跟我是好朋友 而且跟我实际上还是有 比较多的相知相失 互相之间能够体谅 互相之间能够理解 互相之间能够共情的地方 可以说 也一起有着一个共同的愿望 不希望东方征选 这个因为某种事情 得到这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结果吧 所以今天这个结果呢 我们就是非常开心的能够 来谈论这样一件事情了一定是 对 另外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点 就是大家今天可能看到了 于老师给了我非常多的这个肯定 甚至远远超过了我应该得到的 我是愧疚的 我是惶恐的 我内心也是紧张的 但这些呢 不是于老师今天或者昨天才决定的 这些是我当天回来 刚到于老师办公室 我正准备道歉 于老师先拦住我 他先跟我说了这些 所以那些 全部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当时回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当面告诉我了 并不是说这一两天才做的决定 我必须要在这里替于老师说清楚 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 因为这两天确实大家出于关心 可能在很多人表达的过程中 让于老师也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和委屈 我有责任替他说清楚这个事实 对特别感谢大家 就这一次事情毫无疑问 就是几乎所有方面都有点被动卷了的味道 我也是在吹不吹亡的情况之下 就是被卷了进去 那这些天呢 就是很多人都受到了伤害 于晖受到了伤害 他说的是我也受到了伤害 我在我记忆历史中间 还没有这么多人骂过我的时候 包括我的妇女演论都没这么多人骂我 我这两天爱得骂也是历史经典中 比之前几次的这个外部事件都要多 对那天我在跟于晖对话的时候 已经说过了 就是于晖是真的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任何要求的 所以这两天网上有言论说 之所以于晖这两天得到了一些头鞋 是因为于晖要求的 或者说是因为外面的某种压力被迫的 他现在说在于晖过去的时间中间 就是说我其实一直在提 要给于晖这样的一些身份的状态 但是出于某种原因 一直到了这两天才能够实现 所以那天于晖回来 我跟他说的就是说 尽管我们不需要太来谈这种 来回的这个价格的问题 或者说是什么要求 但是我说我从我的心里 觉得你未来能为新东方 为东方征选做贡献 那么有些东西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做 那么当然一方面要包括继续做这个东方征选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新东方的文旅正在不断的发展 而文旅跟东方政权看世界和东方政权未来 我跟宇慧想要做的这个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文旅 这样的一个神志带有股东身份色彩的这么一个概念 也有人在问说 那为什么这个在表上看不到股东名单 在表上的股东名单 现在在网上传的那些什么股东股份之类的 基本上都是没有一条是真实的 这个而且呢这个后续的就是说 在上市以后的股份的股东名单 是不需要公布的 所以而且作为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 我们也是不会来公布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 宇慧作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董事长的文化助理 那也有人问说这个助理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就是个秘书吗 其实不是的 那我个人作为一个大的集团的这个董事长呢 是需要有一些助理的 比如说公关助理 行政助理 那为什么要有个文化助理呢 现在就是因为要做文化 要做文旅 要做两边资源的这个整合 那助理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董事长助理的概念 稍微有点尝试的人 就是公司的VP级别的人物 所以我的手下的现有的 还有这个两个助理 都是新东方集团公司的VP级别 那么还有这个文旅集团的这个副总 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这个副总就是副总了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些概念都是 我心中认为 诗和宇辉未来能够发挥它的最大的能力 而且能跟我一起共同合作共赢 为我们的这个粉丝们 也当然也为新东方的发展 能够带来价值的东西 所以就网上所说的一些东西 我稍微解释一下 尽管这一次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被动卷落 并且呢受到了伤害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样的一个结局能够给宇辉更大的发展空间 也能够给东方征选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觉得这个结局本身是好的 那么在这我依然要向所有支持宇辉的人 也支持东方征选的人 表示深深的感谢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这个有没有说错 现在你作为管理层之一 我说错了可以随时纠正 你是现在是我的名正言生的助理 所以董事长犯错就是你犯错知道不 我帮助你犯错 对你可以继续帮助我犯错 帮助老板实现他的愿望 包括犯错 不过我觉得有你在我身边 这种文化上的事情 我犯错的机会不是太多了应该已经 这是真的 好 这是我想说的一点 那同时呢 因为我说多了 我怕大家难受 大家都想听你说话 不会 那这个我再说几点 因为在开播之前 我跟预会也交流了一下 是吧 另外呢我们要 这一次我要想真诚的 向所有的粉丝 所有的用户 所有的观众表示深深的歉意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伤害到了大家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抱歉 本来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事情的 确实就是我反复讲的 就是因为我的管理事务 就是作为董事长 就是做了这个 某种意义上做了甩手掌柜吧 就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种管理 管理事务导致了后续一切的不可收拾 因为比如说小编在这个网络上随便 能够发自己的观点这样的东西 在任何一个公司都是不可忍受的 当然现在还有我们网友在提这件事情 我们也在内部进行处理 请大家放心 所以这一切就是已经完全违反了 我们东方争选的什么客户优先的 这样的新东方的企业文化 一起把客户放在心中的这样企业文化 未来我们会努力的反思 努力的纠正 继续的遵守我们的价值观 给我们的客户 给我们的粉丝带来更加好的感受 同时我还想再次重申 因为网上我看还有人在说 说这个是二选一 我想再次说这一次的公司的调整 就是小孙的CEO被董事会免除这件事情 我想说跟董宇辉 跟任何个人都没有关系 那是这次董事会针对已经出现的 重大的管理问题 在管理上的失误 所必须采成的一个结果 等会我读那个 我写给主播的信的时候 大家我在里面有解释 我现在就不说更多的解释了 坦率的说 任何一个公司遇到这么大的管理失误 都必须采取行动 否则的话 这个公司就不是公司了 所以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当然了 很多人现在又把祝福送给小孙 大家不用对小孙担心 小孙依然非常积极的 在反思管理中生业的问题 并且完全没有任何隔阂的 依然在参与着 我在管东方中弦的时候 对我的建言献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这是一个我要说清楚的地方 那么另外一个 我还是想当着这么多 现在因为三百多万人同时在线 我也要澄清一下 小中文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而既然大家所说的 萨贝尼在中央电视台 说的这个稿子 需要说是谁写的 本来就是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发生了 表示了我们公司管理的这个漏洞和低解 可以说 所以这个小中文的事情 我也不用多讲了 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共同创作的结果 有的是宇会就是单独独立写的 因为最重要小中文这个概念 就是宇会的独立发挥 这个北冰洋的 叫什么 北冰洋的鱼 南冰洋的 没有南冰洋 南极座的血 大概是这个意思 余老师进行了二次的发挥 对 所以有了小众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随着这个公司的发展 需要表达的越来越多 确实有团队会参与创作 所以这件事情 真是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超级低级的错误 对 错就错在了 就是说新东方的这个基层员工 居然参与到了这件事情 并且把这件事情 给它爆发成了一个公共事件 所以从整个的管理的流程上来说的 严重的这个不合适 有人在问说小编是谁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我们要 不管犯什么错误 我们要保护员工的这种 这个个人隐私 以及他未来的这个生存空间 这点请大家谅解 那么这个从一开始 我就跟孙东旭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但是后来呢 由于东旭的这个处理不当 所以这个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这个是一个 就是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吧 可以说 这个要感谢大家这个谅解吧 谅解再谅解 谅解我们东方政权还年轻 出了这么多的错误 这个要特别感谢大家 好 这是一个 于老师关于这 我也给大家 你再补充一下 对 其实这个小周的说法是 去年六月多 央视来采访的时候 当时大家记得卖大米 说没有带你看长白山挨的白雪 没有带你看十月田 吹十月田间的威风啊等等 卖地球仪啊 你这个是不是有点预测性啊 你那时说了长白山挨的白雪 这一次这个事情暴露出来 就在长白山挨的白雪下 巧合 余老师 你千万别害我 这完全就是巧合 所以去年当时央视来采访的时候 就问说 你们这些东西咋准备啊 我说因为当时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直播的话 去年六月九号 突然一天早上人就涌进来了 没有准备的时间 那一刻有就说没有 就拉倒 所以大家也能理解 在那之后连续两个月里头 每天高强度的 这个六到八小时的输出 是真的没有时间准备的 我当时除了直播剩下时间 全部都是在接受这个 各个媒体的采访 或者实在不行了 就趁着那个间隙 趴在工业上 稍微的休息一会儿 所以那会儿开始有了这个说法 然后在后期我们开始办 全国的各地各省的专场的时候 那当然出于要宣传 每个人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们 都希望自己家乡的美被人看见 所以这个时候 时间上再加上能力上的原因 这个宣传文案 确实就是大家一起参与的 然后关于这一点呢 我毫不避讳 也实事求是的 在直播间里之前 已经多次给大家讲过 感兴趣的朋友 抖音上都能搜得到 所以这个 我是之前澄清过多次 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 这个宣传的时候 这个有时候 账号人就会发 雨晖小作人来了 我特别害怕 大家以为这些都是 东雨晖写的 是我做的 就是我做的 不是我做的 我不能给自己贴近 实事求实事 做人的一个原则 所以这个事情 我之前提过多次 然后至于那天 为什么 就是我当时对这个事情 有点 我不理解 我当时跟 其实第一时间 我跟苏老师打电话 我说可以在视频上 标谁的署名权 可以给他发奖金 分工不一样 这很正常 但是不能拿公司的账号 去评论 我当时觉得 公企私用 可能我一直 现在这个逻辑的陷阱 我总在纠结 我说这个事情 不对 当然我也给孙老师和于老师 第一时间打电话 说了 表达了我的看法 所以这个事情 就是关于谁写的 这个从来不是正义 因为我们从来都很清楚 我只是当时表达了 感觉小编拿着公司号 发这个行为上 可能不太妥帖 当然也 其实后来的矛盾 是从这儿 已经产生的 也是我个人格局比较小 一直在纠结这些 其实现在看起来 是非常不值得 而且不合理的 非常谢谢雨晖 那还有一点好消息 我要跟大家 告诉大家一下的 就是 马上我们要跟雨晖一起 就是成立一个 相当于雨晖的 独立的工作室 那这个工作室 是为了 就是能够发挥 雨晖更多的这个特长 这个进一步的 这个能够做文旅的宣传 文化的宣传 当然也包括了 我们这个一些 这个丈母娘们 还有是粉丝们 喜欢的这种货品的 这个宣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 雨晖不参与 现在我们这个平台了 雨晖依然会在 这个平台也继续 继续宣传 同时这个大平台 如果说是 我们还要到 全国各地 也要大家都知道 我们都是每年 都要到很多省 很多地方 去做特别的 这样的节目 直播的时候 雨晖和我 还有其他的主播们 也都会一起来参与 那这个呢 就是不会影响到 就是东方争选 现在的经营 雨晖也会参与 只不过我们希望 有这么一个平台以后呢 就是未来 比如说我跟雨晖一起要出去 做这个文女宣传 还有出国的 这样的这个文化介绍 那么就有了一个独立的IP 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呢 雨晖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 他的独立的这个 平台中间 所产生的收入 就是GMV 都会记录到 收入和利益 都会记录到 东方政权去 所以请东方政权的 股东们也放心 这个同时会保证 东方政权的利益 也能保证 那个个人能力 能够最大化的发挥 以及个人发挥能力的自由度 能最大化的发挥 所以呢 这也是就是 我原来其实一直提议 一直提议的一件事情 那么现在呢 我们终于可以 把它录实下来 也非常感谢大家 也感谢雨晖的支持 对 我也回应一下 因为 我们既然做了这件事情 还是希望能够 让你理解我们 我看到有朋友在评论去说 会不会就架空雨晖 让雨晖去了文旅 然后他就在这个 抖音平台上出现的少了 其实不会 于老师刚解释了这个 东方政权直播间呢 他定位是农产品 加上很多的这个生活好物啊 所以他大量时间 其实是要完成 这个销售业绩的 但是我跟于老师 我们俩的性格 大概率 那可能就每天游山玩水 然后访谈名人 然后这个文旅推广 或者是书籍 当然我也会做农产品 所以那天于老师 提出了这个想法之后 我思考 我觉得可以 就是既不影响 这个东方政权正常的运行 同时于老师说 给我单独开辟一个账号 一个直播间 然后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这样就能把 之前的文化基调 能够坚持上来 因为大家也会发现 后来比如说 当我们的销售任务 越来越重的时候 其实很多主播 他想分享这个书籍 他确实已经没有时间了 然后每次外场 或者是去溯源 我还坚持找一本书 其实到最后 这个时间很紧迫 所以于老师成立这个 他也第一时间 跟我解释了他的初衷 我非常的认同 而且我也非常的尊重 就是于老师 会给我单独成立一个直播间 然后之后 我会在那个直播间 更多的出现 东方政权我也会来 但是相对可能 就没有以前那么高频 我会在那个直播间里头 跟于老师一起 我们俩会一起 大量的做文化推广 书籍推荐 作家访谈 文旅推广 当然也还有 这个传统的农产品销售 我也进一步 希望大家放心 那个直播间 不是为了乍取 于辉给我们带来什么GMV 所以它里面 没有任何这样的一个要求 原因是因为 我知道我跟于辉 相处了这个两年时间 我知道我们特别希望做什么 比如说作家访谈 名讲访问 文化推广 还有是这个看世界 看中国的这样的 我们的一些推广工作 其实不太能带来 整整特别大的GMV 但是呢 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为了发挥 我们的这个特长 让大家一起跟着我们 就是喜欢 更多的喜欢阅读 更多的喜欢这个旅游 更多的喜欢这种 把自己的眼光 把自己的身心 放到世界格局上面 来使自己的生活 变得更加的美好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 于明是不是要开一个 独立平台 要求东宇慧 你一年必须给我卖多少 卖了多少以后 你才拿多少钱 应该完全没有这个要求吧 是吧 于老师没有要求 并且于老师说 不管卖多少 都会给你一个 比较高的包底工资 因为我觉得 这个宇慧的影响力 已经超出了 所谓的销售的影响力 而且宇慧也反复说过 这个当一个真正的 就是销售员 弄一个很高的 这面V 也不是他的理想 那之所以我们能够 比较谈得来 就是因为我们俩 想要做的事情 基本上是一致的 从过去一年多的 我们俩一起出去看世界 一起做文旅直播 大家也能看出来 对 这个点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这两天 我们确实这个事情 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大家说 现在坐公交车和吃饭 好像都在讨论东方阵选 讨论于老师 讨论这个东一辉 我特别不希望 在现在声量特别高的时候 我立马就弄一个号 立马开始带货 立马开始 就去做那些事情 因为我这样会 心里有一种愧疚感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我利用了很多人 对这件事情的关注 利用了很多人的同情情 所以这个账号 接下来可能 整个完成的时间 大概会在一个月之后 一个月之后 就我会等整个事情平息下来 互联网的这个关注和舆论 都平息下来的时候 然后于老师那会儿 再会推出那个直播间 然后我会按照 我能做到的和我的能力 然后再去重新开始 当然我也相信 过程会有困难 但是它值得奋斗 因为我能做 有更大的自由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也有朋友问到了 说多云会你的个人的 这个抖音账号 在不在你这名下 在 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说如果有一天 雨晖再次要跟东方东西 假如说这个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后 他假如说觉得 我就想独立干了 这个账号 就是雨晖的 所以大家不要尽管放心 说又把雨晖弄了几年 最后呢 最后雨晖出去的时候 什么一无所有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大概率 在我手下不会发生 如果我再出去 还是从零开始 我也接受 我也接受 谢谢 谢谢雨晖 所以呢 这个 大家说把那个打赏给关掉 实际上 实际上它干扰大家的 这个 我昨天 前天我就关掉了 前天我开播的时候 你们研究一下 对对对 把打赏关了吧 好 所以特别感谢大家 这个 请放心 就是说 我一直把雨晖 看作是我的朋友 忘年交 甚至有的时候 把他看作是我的孩子 刚才有人说 我是体攻击害人精啊 如果 首先是 如果我觉得 我当来体攻击本来的意思 就是说 小气鬼的意思了 那我想 尽管这一年多来 我跟雨晖之间就说 就是没有发生过 真正的利益关系 但是其实雨晖 我跟他的交流中间 雨晖应该不会认为 我是个小气鬼 对不对 这个我要再给大家 补充一个信息 就余老师之前说雨晖 大家不用担心 雨晖在北京有房租了 是真的有 而且因为我的工资 他不足以支撑我做这件事情 所以雨老师当时过完年 他也很着急 他也沟通过 沟通过 但这个事情可能是需要一个 比较长 比较麻烦的过程 雨老师最后说 既然很难处理 那就他个人借给我的钱 而且雨老师说 这个钱你想还 不想还 你不还都行 他非常大度 而且非常及时 帮我解决了我当时的后顾之忧 其实这个事情 我必须要实事求是的说出来 因为我要记者人的恩情 他在那个时候帮了我 那我理应在这次维护他的体面和尊严 谢谢大家 这个也有网友说 你作为董事长拿到不是想做什么 就能做什么 台帅的说就是一个企业 如果董事长想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 那么所有的管理层就变成了傀儡 那这个公司就一定搞不好 除非是董事长兼任CEO了 我就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那今天我就是这个岗位 在东华中选 董事长兼任CEO 所以呢今天推动东方争选的一些 就是说改变处理危机 我的这个就是权力就会能够用的比较好 但是呢作为董事长呢 我是大家整个新的方案都知道 我是充分尊重管理层的所有的决策的 而且呢就是有的时候 我要是有些东西想要纠正 而且时代纠正不过来了 有的时候我说那算了就等等看吧 大概就这样这种情况 当然我不找理由 所有的责任都应该是我个人自己承担 刚才体公鸡还没解释完 如果说我作为体公鸡 我们家现在有四只公鸡 跟与辉正在讨论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还没想清楚 铁锅盾 要不我们在做拍卖吧 拍卖到的钱 捐给农村孩子多好呀 那我个人买下 四只大公鸡 这个如果我真是体公鸡 那我希望这个体公鸡 承担起这个守护与辉 守护东方争选 还有守护我们东方争选的 所有主部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遇到任何这个风险的事情 我就能够打名 能够守卫住一方安宁 这是我想要的 对 老师会替我们名不公的 对 这是我想要表达一些观点 还有一个观点 说我这一次就是 网友才是二选一的问题 等会我读完了 给主部写的信 大概都会觉得 我不是二选一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管理事务以后 需要得到的这个一个处理 那对于我来说 就是与辉是我的小兄弟 小孙也是我的小兄弟 所以呢 小兄弟犯错误 那应该是受到惩罚的 但是并不因为犯了错误 就不是小兄弟了 小兄弟犯错误以后 在管理岗位上 是应该这个得到处罚的 但是并不因为这样 他就对公司就没贡献了 或者说就一棍子打死了 或者说最后再也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呢 今天我看这个 雨晖和小孙在我们的群里面 还非常友好的在对话 互相在进一步的这个沟通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了 刚才雨晖也说了 在这个应该还有这个 今天直播完了 这个礼拜大概雨晖还有一次直播 是吧 对 21号晚上我还会再播一次 然后之后我就会开始 比较长时间的一段休假 对 还有呢 这个我们要到哪个省区跨年来的 广西 广西 广西看年呢 这个刚好是过年的时候 我约了雨晖 我说我们过年的时候一起出去玩玩吧 雨晖也答应了 所以到时候我们看看就是 要如果出去玩的话 我们就是远程向东方大学 自己问候 好 战斗在一线的 如果我们刚好在国内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一下 当然 对 就是这样 对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 雨晖后面他会有一段时间 因为要做 他因为现在介络管理了 他就要做很多具体事情 比如说这个新的平台的打理 新的平台的管理 团内的组建 等等等等 这些公司工作都非常难得多 当然我也会帮他来一起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大概的解释吧 对 有朋友在问那个新账号 我的新账号 余老师刚已经回答过了 可能至少得在一个月之后 因为首先他注册需要过程 第二个呢 就是最近互联网声量很大 我不想在这个时候立刻就出来 然后因为我觉得那可能就利用了很多人的善良和关系 我希望他平静了 我们我在从零开始 我接受那样做 我会 内心会更舒服一些 有个人在问新账号叫什么名字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我们自己还没想好 我们俩还在研究 其实就算想好了 也不能告诉你 万一你 这告诉你迅速注册了 我们都向你买了 对 我也给大家解释 那个账号不是我一个人 是我跟余老师 我们会一起参与 是一帮人 而且余晖还会带着一帮主公们一起干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刚才我看还有人骂我老奸巨华 如果说你们说我的老奸巨华 是通过这么一件事情 终于把东方征选的错误给纠正过来了 并且把余晖留下来了 那这个老奸巨华的称号 我是接受的 谢谢你 确实处理这么棘手的一个问题 然后迅速的让局势变明朗 是需要致谋和胆略的 谢谢余晖 那我稍微花点时间 今天我给你们全体主播写的信 稍微读一下 好这个不好意思 我稍微读一下 我今天上午开始给全体主播写的一封信 亲爱的熊孩子们大家好 平时总是在直播视频中 看到你们活跃快乐的身影 为你们的才华感叹 今天能够开始在群里和你们直地交流 让我心情十分愉快 大家看再次这些 我从来不跟主播自己交流 为什么 尊重管理层 我们有一些熊孩子 之前曾经和我有过共同出镜的机会 一起做看世界文旅直播 嘉宾访谈等等 让我尽深感受到了你们的青春记忆 和美好人生态度 也对东方征选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我相信 未来我会用更多的机会 和大家继续合作直播 去趁你们的流量 大家到时候不要嫌我太老 这个我已经被雨会喊得老得不行了 这几天我们东方征选出了一些意外 具体过程大家都看到了 估计大家心情特别复杂 内心都不好受 我也和你们一样 为公司此次遭到的如此风波而心痛 在过去的两年中 在小孙的带领下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取得了娇人的成绩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不仅成为了直播阶的顶流 而且建立了完整的供应链 自营品建设和销售 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有了我们自己的APP阵地 我们台前台后的团队 互相密切配合 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一系列的发展可以算是个奇迹 这一奇迹的领导者是小孙 我们要向小孙表示衷心的感谢 宇辉的贡献我无需多言 因为她的学士和才华 引爆了我们东方争选 瞬间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了施展自己能力的更大舞台 并且作为流量担当 宇辉一直在为公司的发展 出所重大的贡献 可以说没有小孙 不会有东方争选 没有宇辉 我们可能现在还在风雨中艰苦前行 所以我要在这里 对他们两真诚的说一声 谢谢你们 当然独目不成零 如果只有他俩 也不会有我们百花齐放的今天 你们作为优秀的主播 一次是为东方争选 争光铁产 一次是把我们的发展 推向高光时刻 你们每一个人都让我心生欢喜 兢兢业业 无惧皆难 不计名利 共同奋斗 东方争选 有了我们这个团队 才有了我们今天奋斗的基础 明明 顿顿 悠悠 七七 冻动 中菜 冯冯等 我就不意义立名字了 都是我们东方争选的英雄和工程 谢谢你们 当然面对直播带货这个事务 我们都还是新兵 我们在网络经济和产品经济的双模式 驱动下摸瘦的前进 遇到艰难险阻 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我们做事情的不成熟 沟通有的时候不顺畅 公司规矩都不完善 也是这次沾难的主要原因 相信经历这次事件之后 我们一定能够借此切记 更上一层楼 为未来的发展 聚集更多的能量 小生为这次事故 承担了主要责任 并因此被董事会免职 这是我们必须给公司股东 和社会的一个交代 也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任的态度 小生尽管这次被免除了CEO 但他作为公司的主要人物 依然是公司的董事 依然会全力以赴 把力量和智慧 用在公司的建设发展中 和我一起建言献策 和大家共同进取 共长辉煌 这次事件几乎伤害到了 所有各位 也伤害到了我们的 很多的粉丝和战友 伤害到了东方征选公司 和集团总公司本身 在小生和雨晖的配合下 在大家的支持下 我们得以迅速的 平息了这件事件 回归到了晴朗的天空 在这里我要再次感谢 小生和雨晖 我也认真检讨了 我作为董事长的责任 平时没有及时 和小生及管理层进行沟通 不断让问题积累 直接导致了 这次问题的爆发 以后我一定认真履行 作为董事长 现在还兼任CEO了的职责 认真为东方征选的发展 把好方向 认真为每一个人提供服务 我也认真检讨过 觉得各位熊孩子 为东方征选发展 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东方征选 给予大家的回报和承认 还是不够的 希望在我的领导下 我们能够逐渐形成 一个更好的回报机制 让大家把这里当成家 当成自己终身 事业发展的平台 更好地为我们的粉丝 提供更好的服务 我一定努力做到 大家在这里 既能够发挥自己的惨谎 又能够得到更好的回报 让情怀和利益双丰收 在未来的岁月中 让我们摆脱负面影响 团结一致 用正能量推动公司发展 只有公司日行日益的发展 才有我们对自己 对社会 对粉丝 最好的交代 大家可能已经知道 我安排了25号 26号 公司休息两天 我带领大家一起去滑雪谈见 大家一起滑雪 一起打雪仗 一起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 我会给大家带上 我酒窖里最好的酒 我再次代表董事会 向大家表示真挚的感谢 让我们团结一致 风云同行 走向未来更加美好的岁月 这是我今天上午给 这个 这个我们的主播们写的信 刚才我看见 网友部段短文 是哪个小编写的 是谁写的稿子 这个稿子 这个是于小编 这个是于小编 每个字都是于小编 自己写的 大家尽管放心 那未来呢 为了引起大家 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太多 未来我也要求 就是说每一篇 优美的文字的出现 主播读的时候 如果是主播自己写的 或者参与写的 要标清楚 那么如果是 纯粹是团队写的 主播认可就读的 那我们也会给团队一个承认 所以以后这样的问题 也就解决了 也再次感谢大家 对于东方队员犯了 这么一个低级错误的 这个原谅吧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给您添麻烦 那再次告诉大家 就是说我们今天 这个我们的主播群里面 下午我们都非常的热闹 大家已经在讨论 后面大家应该 到底做些什么呀 滑雪应该带些什么呀 然后呢 我就跟所有的 主播们说 这一次我下个雪本 给美人一套 四节顶级的滑雪服 你要知道 一套顶级滑雪服都贵啊 对 但是无论如何 这要表示出真诚来啊 那它表面上也行啊 余老师的四方间 这次榨干 这个 大家不断地说天权啊 天权的真诚地 认识到了错误 但是因为毕竟是个错误 所以呢 还是要有一定的 这个反思的时间的 呃 我也跟天权单独 进行了沟通 所以大家放心 我们抱着帮助 每一个人的态度 让每一个人成长的态度 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天权 直日 当认识到错误以后 一定会回来的 这个同时今天 我也跟另外一位主播 进行了沟通 呃 也会尽力 呃 在安排好一期事情以后 让所有的主播 回归我们的直播团队 嗯 对 然后我还要想再补充一个 因为呃 这次的事情 确实 我们没有经历过 人在面临一个 全新的困境的时候 都很难受 那两天 我们都害怕自己 鲁莽的 仓促的发言 会让局面恶化 嗯 呃 在巨量的讨论和建议 或者是批评和赞美面前呢 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没有人能够逻辑清醒 没有人能够正常面对 所以那个时候 呃 我当时的这些同事们 他们的进度前 包括于老师本人啊 应该承受了最多的 这些呃 冲击或者是批评 我我本人对此也非常抱歉 我也向他们表达了歉意 然后呢 当然这次我们也特别的呼吁大家 呃 完了之后 大家在互联网上 其实不只是对我们 而是在互联网上 对待每一个人 都能够啊 相对温和的表达 可以提建议啊 可以有不同 君子和而不同啊 小人同而不和 对 这个雨晖说的对 今天我们 我在主播群里 也反复的要求就是 啊 请所有的主播 就是跟自己的粉丝 就是真诚的沟通一下 因为我们大家就希望 这个世界美好热闹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 每个人有自己不足的地方 呃 没有必要就是 就是用攻击性的这个语言 来攻击呃 这个其他的粉丝啊 或者说是攻击 东方正选这个平台 呃 我我们尽可能在语言的美好中间 来度过自己和我们待的每一分钟 呃 所以呢 呃 当然我知道我已经说过了 就绝大多数 绝大多数 绝大多数的我们的粉丝们 都是非常理性的 那也希望就是我们未来 继续更加理性的 美好的 待在我们这个平台 这个 我相信未来这个 我们的主播团队 都是一个共同合作 互相帮助的 这样的一个团队 谢谢大家 对 嗯 我们今天晚上呢 就会给大家 除了这些编聊 我们也会推荐一些产品 前两天 大家有人看到这个 我更新的一个 个人签名 那个 物一物必 物故 物我 那是说子爵四 那孔子一个话 然后我们找来这本书 价钱比较 呃 优惠啊 如果您喜欢的话 右下小王车里 可以自己找一找 然后这两天呢 其实我跟于老师 沟通的整个过程 我一直非常在意的 其实都是互相尊重 倾听和对一件事情上 价值观是否一致 就是你认知的东西 他也认同 这一点对我来说更重要 所以我昨晚说一句话 后来他说我 这是不是一种 被儒家精神 洗脑了之后的那种 那种 不是 我说事为知己者死 其实就是互相认同的人 在论语里头一句话叫做 君子群而不党 小人党而不群 所以大家听过 那个月不群吗 其实是从这来的 小人才党而不群的 君子是群而不党 就是团结 但不勾结 能团结人 是因为认知 价值观走到的一起 勾结的 是因为短期的利益 或者是得失 如果利益和得失消失了 那你们就不再为伍了 你们就会厌弃彼此 抛离彼此 你们就不再是朋友了 因为利益消失了 所以因为利益走到一起的人 会有短暂的狂热 但长期来看 可能不会有幸福的人生 君子群而不党 团结的背后 是信念 是价值观 是认知 因为从小的教育 要求我向内求 要求我克己复礼 要求我去修炼这些 当然时至今日 我仍然是一个 负重空空的酒囊饭袋 仍然无法达到 我父母对我的期待 但是这个 不能成为我自己 这个放弃自己 或者是 变成另外一个人的借口 人最可悲的事情 就是长着长着 发现自己成了最讨厌的自己 这也是我整个过程中 处理所有事情 最终的一个基本原则 然后 我知道大家很关心我 就是刚才余老师说了 股票给了 真的给了 很多了 够用就行了 而且余老师现在给的 真的是一个很公允的 而且甚至是很高的 然后呢 如果仅仅就是从说 从收益最大化 是 从收益最大化 我也给余老师是 真诚的 直白的讨论 如果是收益最大化 那确实离开东方正选 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因为 有人给出了 极其夸张的价格 但是 那个从来不是我的追求 因为我清楚的知道 如果我要拿的多 我就要创造的多 我要创造多 我就要让人消费的多 我要让人消费的多 我就变成了一个作恶的人 因为消费主义不会让人生活幸福快乐 我深知这一些 所以也请大家理解 我出于自己的本心做了一个决定 还有一个就是 东方正选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奋斗的 虽然我过去的这个工作职责 是一个普通的主播 但这也是我奋斗和建设过的地方 我无法 眼看着这里 承受那么大的冲击 最后 元气大伤 然后我不管 我曾经 一个愿望就是让他们回来 他们先都回来了 我不能因为我让他们再次离开 所以这也是我事情的一些初心 我知道很多朋友出于关心 因为大家觉得会职场上 替年轻人打抱不平 但这次真的平了 不仅平了 而且还给的多了 所以这个事情不纠结了 好不好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我最终做了 我认为对的事情 这点更重要 谢谢 这个刚才说 有人在说 雨晖这个有点太天真了 这个如果说 我能做到的一点 我相信我有能力 守护好雨晖的这份天真 一起共同为文化 多做点事情 对 然后有朋友说 这个 这于老师去灰化 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刚才于老师说到了 让我单独做一个账号 成立一个专门的公司 最主要的考虑 其实是为了保证我的自由度 因为这个时候 可能我就有一些决策的机会 然后呢 不管是文化访谈 还是文旅这些东西 我就不影响人 直播间正常的卖货 因为大家知道 有时候我在网上黄金档 然后我要访谈一个人 浪费的人两个小时时间 结果没卖多少 因为大家知道 书啊这些东西 其实GMV本身产生的很低 但一家公司 它是需要业绩的 它是需要对团队负责 对所有股东和股民的利益负责的 所以我不能 在这两个之间分不清楚 余老师已经说的很清楚 然后这个账号 当然我也会继续去对新东方 对东方正选的这个 呃 带活呀 农产品这些 嗯 就是尽我的一份力 我当然知道 所以 请大家不用担心啊 余老师说的会给我自由 而且 就算余老师有一天我要离开 那个东西 他也会送给我 这个已经是真的非常好的 然后第二个呢 大家也别担心 就是这个 会跟原来的这些冲突 因为我知道 有的时候 你看 董宇会一直站着 晚上最黄金的八点到十点 其实也不好 对于其他主播来说 公平吗 也不公平 兴许你让其他人 在晚上八点十点 人也是十万家 对吧 人也是这个 为更多人所认知和喜爱 因为这里的每个人 其实都有他的优点 没有一个 自甘堕落 或者自己平庸 然后不上进的人 他们都有自己的光 他们理应有 更好的时间和平台去展示自己 然后我单独在做的话 也更好 这是我的愿望 另外呢 这个宇会 作为这个 现在东方征选 决策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并且呢 是高级合伙人 所以呢 对东方征选的发展方向 和重大决策 有着这个充分的话语权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就是最后走着走着 好像宇会又怎么样了 这个 所以 大家也不用担心 东方征选 就是说宇会 好像 如果有了一个独立平台 这边就完全不管了 因为他作为公司的高级合伙人 他不需要 全部的事物都要在 在 在参与中间 对 另外呢 大家也都特别喜欢 我们这个大平台的 共同欢乐的场面 因为所有的 主播们在一起的 共同欢乐场面 都是要用这个 通方征选这个平台来进行的 那 宇会 作为这个 这个重要的管理者 和作为重要的主播 我们一定是要共同参与的 小生其实也是主播之一 大家都知道 这个 小生不就是在直播的时候 出了点问题吗 希望他以后再通过自己的直播 把这个问题给搬回来 这个 也有人问 刚才说你们要滑雪 那25号 26号滑雪直播吧 这个我们就不直播了 直播了 所有的这个主播们 这个动作都会变形的 他们都觉得 这个 放松不下来了 但是呢 我们会 拍很多的 像宇会滑雪的熊视频 不会的 如果这个视频过于丢人 我会把老头说手机抢过来 你根本抢不过来 因为所有的咱们的 这个这些摄像团队 他们都会紧追的 你是让你等我结婚了 你再发那些视频 没事 没事 说不定有人就是因为你 那个滑雪的熊样 大家就爱上你 那这种癖好 我也得警惕 这个我们今天 也不能算是正来卖货的 尽管挂了 挂了这个产品 你自己下单 那刚才有人说书没了 这个宇会 你准备的这本书 怎么后面 因为大部分书 是没有库存的 对 我借着这个东西 夹带一会儿私货 各位朋友们 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于老师让 给我一个单独的 这个自由的地方 做这些事情 我会更开心的 书籍 今年一年以来 就是我们直播间 讲过那本书之后 一段时间 很多的抖音直播间 包括其他平台直播间 都会去找那本书 每次我们要找一本书的时候 体验联系出版社 要提前去把库存锁了 因为大部分书 现在是没有库存的 甚至很多好书 已经绝版了 不印了 就你卖我也不印了 因为纸质出版 确实在过去之前 遇到了巨大挑战 然后咱们整天 自虚读书人 喜欢富庸风雅 喜欢这个谈古论金 喜欢胡说八道 对吧 喜欢夸夸其谈 所以我觉得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 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 我觉得从书籍中 人是能找到精神的解脱的 现实世界 即使我们全力以赴 即使我们拼尽所能 我们也不见得 就会成为生活中的成功者 如果你的对成功的定义 仅仅是从物质权利 这些角度去看的话 你无法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而我没有知道 马斯洛需求的最高一级 永远不是物质 所以去年 东方政选从六月 到今年六月 当时公司统计的数据 卖出去的数据 总共已经有超过 1500万本了 1500万本是一个什么概念 大家知道吗 这第一个 当然救活了 无数的出版商和印刷厂 但我觉得第二个 1500万本里头 可能只有500万人看了 可能只有200万人看完了 可能只有一百万人 边看边记录 他有感受 可能只有50万人 思想打开了一个 新的空间和世界 可能只有10万人 因此改变了自己的行动 对自己孩子更耐心了 更有智慧了 对丈夫或者对妻子 然后更爱了 更尊重了 对自己的父母 也用一种新的方式 去孝敬了 可能最终只有5万人 能坚持做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也特别值 这其实就是我内心的 真实所想 因为我当了好多年老师 我甚至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被改变的 其实我们坚持了很多年 可能这件事情也是一个 看起来没有那么光明的 但不能因为难就放弃 对 对 宇慧刚好 这本论语还真的没有看过 但是如果顺便 顺便我的朋友们 做过广告吧 如果大家要看 论语的解读的话 一个是爆棚三的 这个论语导读非常的好 还有一个是 樊登跟宇慧这个讲解过的 樊登讲论语 也还不错 报老师那个书 在十一放假之前 我在直播间 然后卖空了 没库存了 是吧 对 今天也找了 没库存了 对 但有了以后 大家可以买一买 包括前天 那个华山跟我对谈的时候 这个华山讲论语 也是还是不错的 论语这本书还是 值得大家读一读的 你看宇慧的这个留言 现在是论语中间的这个文字 非常好 对 就当然我也给大家说 就是很多 所以就我们为啥要讲述呢 就是关于儒家 他可能有一些传统 在封建礼教下 要求人服从和 那个愚中的东西 那些不是我们 但是他里头有很多 关于一个人向内求 修炼自己的品质 构建自己的精神力量 和自己的认知方法 我觉得这些是对的 我们不是说 要把所有传统的东西 都高高扬起 然后重重摔碎 踩在脚下 然后头也不回 这不是的 一个民族 他不忘来世之路 才有更加的精神底气 和这个精神遗产 我们才能知道 未来怎么面对 其实这两天 大家也会说 新东方这个 感觉跟宫斗一样 感觉跟历史上 发生的那些一样 然后昨天 前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也说 如果我们读了那么多书 最后自己的命运 只是历史的轮回 只是一次次 出于人性的恶 然后造成新一轮的 这个悲剧和创伤 那 就说干啥呀 对 所以这大家也能看到 我们到现在为止 就是问题最终都要解决 而且我们不会 说要给任何一个人 打上任何一种恶的标签 就是大家最终都能 从这件事情中 找到自己 走向未来的方式 都能够坦然大方 都能够光明磊落 那感谢大家 这个你在网上看到了吗 这个有人把 《甄嬛传》中间的 这个简介成一个 大概是五六分钟的短片 哎呀 那我妈 估计会很喜欢吧 转成了 东方都选的公斗剧 那可能能方便 很多这个 因为《甄嬛传》 它有广大的粉丝群体 甚至比喜欢我们的人还多 那可能能帮助一些朋友 更好地了解这件事情吧 至少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不一定真实 不真实的 不真实 调侃型的 调侃型 对 好 非常感谢大家 那个 那我们坐下来 这个编 慢慢货 货我们就不随便 不一个一个介绍了吧 我们可以稍微介绍介绍 但是呢 我跟雨晖更想聊的是 我们后面 明年比如说我们做些什么 开开心心的 跟网友 希望我们做什么 在雨晖的这个平台上 在东方争选 我们到底应该 应该做些什么 也不用说给你单独板块 是不是下了完不成的任务 于老师没有给任何的任务 而且就算没有完成任务 他还是会给我发 我没给他下任务 我从来没给雨晖 下过任何任务 对 对 那个不好 这个不好 今天水果粒捡十元的通用券一张 就是比如我们现在吃的这个 啪啪干是吧 果冻成 果冻成 它里头每一个都是像这个水果爆猪一样 所以在你存值时间散开的时候 一定是阳光和雨水才滋润了 这样一抹清新 OK 星球上一切的美味和能量都来自于阳光 但是你看 阳光从来不会偏爱任何一个人 就大家听过一句话 阳光照在好人身上 也照在歹人身上 所以真正博大且无似的东西 其实都从来对所有人都贡凭 然后呢 我之前跟余老师有次聊天的时候 我说余老师很多时候 其实你也被很多人有时候误会和批评 你为啥没有反应呢 因为我之前 我这个人小家子气 每次被人骂 我就纠结很久 余老师说 大海中漂了几片叶子 或者漂了几件垃圾 还有谁把那个捞出来吗 大海不会嫌弃这些的 就是这句话 其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其实这两天呢 确实首先我的同事们 承受很多的冲击 但第二个 我也给自己出个口 我也被骂得非常难听 我也被骂得多心 余老师首先是 小生也被骂得 对余老师和孙老师 应该是骂最多的应该是 小生也被骂得一副 生天二副叫什么 对 刚才有人说 现在你下一个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女朋友问题 结婚问题了 那么多人来邀请说 什么时候让我把刘雨飞 约过来 这个就不要当面说了 这个 我跟他说一声 等你平台建好了 让他过来 真的吗 可以 真的 这太麻烦了 其实老板 这啥时候 等你平台都先建好了 还得一个月是吧 不能提前熟悉一下吗 你想要这个平台 也可以 行 你那么着急吗 没有那么着急吗 慢慢来 我看你两年都没动手 你那么着急吗 慢慢来 不急 不存在 我没有 你也真心的 你想不想跟刘雨飞对台 你这 给人那么大压力 人之后不来 你把人架这儿去了 我来努力争取 你没有压力 你可以不来的 我来努力争取 吃了我们边吃边那个 这么好吗 今天 真的是让我们边吃边聊是吗 太好了 对 我刚好也没怎么吃晚饭 你吃了没有 没呢 他们又不让吃 吃边聊吧 他们说晚上有火锅呢 对 有很多朋友说 今天晚上比较卡 怎么那么不公平啊 我问他们有没有晚饭 他们说没有 你余老师你吃点再来 告诉你有火锅 这样剩下的 他们就能吃了 这个有朋友说 今天比较卡 对因为直播间这会儿 有378万人 对 可能确实会有点卡 如果卡的话 您调整一个网络 现在同期 接近380万人 所以 抱歉 抱歉 对 我们 24年 这个去 古希腊 或者古罗马 为全国人民 做这个希腊 罗马文化的直播 这件事情 明年我们应该能实现了 吉月 老师 这个要你来决定 不急不急 我配合 立马就开始吧 过万年走吧 过万年 连咱们直播团队都没有 过万年 这个 我想想 有道理 把开世界的 要不然先拉过去 可以 他们先帮个忙 可以 这班是一天都不想上了 但凡只要老板说出去玩 那 还客气啥 对吧 老板能开口了 这我们俩最大的问题 就一听说玩玩 就 没有工作 没有事业心 连工作都不要了 对 我小时候我妈说 我玩物丧志 我来放 咱们今天新上了 新上的 这我们也是在卖吗 再卖再卖 这个火锅也能卖吗 肉能卖 肉能卖 桌上摆了 咱都能卖 这个是澳洲原切的 牛肉片和羊肉片 是吧 对 对 羊肉卷是新西兰 对 关于这个肉卷这一方面 大家在买的时候 你就认准圆切 因为圆切的 它就是直接把那个肉切开的 它不是说一边饺料 加生椒 但是那个如果是符合食品标准的 它也没有问题 只不过可能吃起来 确实是有一点点差异的 当然 一分价钱一分货 圆切的一般售价也会高一些 脱离品质 品质谈价格 毫无意义 您按照自己需求去拍 只要买到合适的都是好的 这是我的小笛子 这是它的在那儿 我有呢 我这还有一个 对 我们加菜的筷子和另外的筷子分开吧 免得 这两天 就是前天在镜头间回复 大家的关心之后 我个人放松了很多 虽然那天我跟余老师 我们俩状态都不太好 我过去在西安一星期 几乎是一点睡不着 然后饭也吃不下 那个睡眠的药也吃了 都没管用 余老师也是每天睡几个小时 因为我们非常不想这件事情的发生 但是后来它已经不再由我们控制 因为各种人带着各种目的 就会凑进来了 然后这个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昨晚睡得很好 昨晚睡了八九个小时 好多年没有过的一种 由衷的放松 虽然睡醒了 今天感觉还是很困 但是已经比前几天好多了 我至少这两天心跳不是特别快 然后还有这个 前天晚上去余老师家里 我们 喝了一瓶老酒 喝了余老师 喝到晚上三点钟 一瓶很好 很好的老酒 然后 那天晚上回去睡得也很好 虽然第二天有一些宿醉 但是也睡着了 我特别受罪你知道吗 你走了 我开始睡 老师睡着了 我八点半一个全国共商联 安排的会议不得不去参加 你看 你看当老板有啥号的 你看当老板有啥号的 然后呢 睡到七点钟起来 七点半走 北京在那个好远的一个会 一直跑到了那个石井山那边 你看他确实钱多 但是他累啊 他早上八点就得起来 我七八 我六七点才刚睡着 八点就起床 办不到 陈切办不到 我们先说说这个 要用这个筷子 我们最想做的事情 嘉宾访台啊 这个文旅啊 对 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筹划筹划 当然我可以赞点你的便宜 哎呀 因为否则我平时啊 你看老周都潇洒 是吧 没事就因为他管轻的话 都国际教育嘛 对 然后借工作之名 对啊 没事找个理由 说老于啊 我今天又到了这个穿越世界这个文化之旅 而且公费旅游 德国费啊 想去欧洲的时候 我们最近的研究一下欧洲的这个大学教育 是 然后呢就带着团队到欧洲去一个15天 回来随便交个PPT 反正说我写了三篇报道啊 反正就过去了 写的本书还让我们卖 写一本书 反正还是他自己的 真的是 对 周老师写的书 跟余老师发的朋友圈差不多 没有没有 他写作水平和摄影水平是一流的 老周的摄影水平是一流的 你看这就是新东方的这个谐文化 谁不在黑谁 对 当然周老师要在这的话 那估计我跟周老师黑的就是余老师 对因为周老师拍的照片 他从来不歪的 我现在有了理由了 嗯 什么理由呢 谢谢 余辉说 要到古希腊去传播 比如说十天的 你老师古希腊是你一直说的 你想去哪都可以啊 你不会想去阿姆斯特探之类的吧 是吧 嗯 然后呢 我就跟说余辉 我就跟董事会说 对不起 余辉要不陪他去一趟 哎呀 也变成工作了 没办法 就变成工作了 没办法 不是我自己想去 董事会还说这董事会咋了吗 你每天就想出去 完了你想玩 那我周也有办法 哎呀 这打工人之后全是背锅的 对 你想玩我也有办法 什么办法呢 因为我周也有人 老邀请我去国外访问啊 嗯 洗液考察 嗯 我说我助理必须跟我去 哎呀 那你现在我助理了呀 对不对 哎呀 完了我还多了一个同声翻译 必须的 对吧 必须的 嗯 所以 你放心 这回很好玩 我呢 就下一个最大的要么 真的是想喝你的喜酒 喜酒 嗯 对 余老师上次我们在四姑娘山的时候 当时余老师还说 他当时他弟弟结婚的时候 我是想去的 当时 哎呦 但是我是我在哪里 在国外 对 我在国外 而且在农村那种流水习物 不知道您吃的惯吗 我吃的惯 我当时吃过 我也是农村来的 怎么会没吃过呢 对 我那天晚上在余老家里喝醉之后 我还把当时 我弟结完混 我发那条抖音置顶了 好多朋友在好奇 东西会为啥置顶 就是你小时候印象中的那个村庄啊 小学放学回来 擦了一把头上的汗 随手书包扔在凳子上 手里拿着一个筷子戳的玉米 一溜烟跑进那个巷子 无忧无虑的整个下午 冰棒和汽水充斥的夏天 全是快乐 young and carefree 但是现在村庄 因为已经没有小孩了 嗯 没有小孩了 呃 然后中年人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 和更好的工作岗位 全部也离开乡村 所以现在乡村垂垂牢 然后 你回家乡有一种凋臂感吗 非常重的凋臂感 嗯 所以大家能看到 这些前一天呢 那个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第二天人群散去 又一次恢复了他 冷清的样子 那种 有一种创伤感 人很心疼 跟我们小时候 村庄上每天都很热闹的 这种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为什么要发那个 一方面是乡丑 一方面可能是农村 或者是农业的一种 提醒我的初心 其实我们农村出生的了 每次回到农村都有一种 不能叫悲凉 悲凉用的词太深了 但是一定会有一种 岁月沧桑感 就是因为 本来农村呢 是每个人的身体的故乡 而且还是心灵的故乡 精神故乡 精神故乡 当你回去的时候 当你看到故乡的一切 都很安宁 又很热闹 又能够绵延 下去的那种 美好的感觉 家家晚上吹烟生起 那个内心心灵 立刻就会得到安慰 但是我们现在平时 回到故乡的时候 真的是没人的 没人 连我那个 中国最富裕的地区的农村里面 人都越来越少 其实我前两天有句话 我当时想说 但我忍住了 因为我那天晚上 人太多四百多万人 我害怕说的话不好 引起了误解 就我那次去完 于老师老家 江阴阳 完了之后 回来心里难受了很久 他是全国百强县 第二名 他是非常富裕 我不能极限词 就全国比他富裕的 没几个地方 就他的老家的农村 都可以发达那种程度 人们富裕悠闲 然后家人在旁 盘里摆满了 真修 然后大家都知道 一个特点 说江苏人夜生活 其实很少 对 为什么 因为大家晚上不需要奔忙 早早地完成工作 都在家里了 其实最好的时间 用在最好的人身上 这才是生活 我当时其实觉得 什么时候 我的家乡 能发展成那样 因为我回家乡 已经觉得 我们家乡 已经有点凋敝了 你要回家乡 应该感觉更加明显 是吧 因为我们这 毕竟是大量的人 还是父母跟子女 在一起的 因为毕竟他就在 当地工作 因为我们家乡的 这个工业工厂 特别发达 大部分都在当地工作 对 那是真的是 你们的老家 我羡慕嫉妒 就算恨了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工作好的年轻人 都搬到城里去住了 所以乡村的房子 他就空着 因为宅基地 也不能卖掉 所以我回去以后 我每次回去 都是我那帮 小时候的小兄弟 从城里 再骑摩托车回来 晚上跟我吃个饭 聊个天 那天在我们家 那个 正堂里面坐着 不是来了一帮 白头发 那个戴胡子的 那些 这个有的 那些跟我一样的人 就我的小学同学 高中同学 对 这就是他们 也在 城里的工厂工作 平时其实已经 不住在农村了 听说我回老家了 就跑过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 还是挺伤心的 有一次我们家乡 说你们这个地方的 这个名字 已经取消了 我们家乡叫夏港 夏天的夏 港口的港 说这个地方已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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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没了 嗯 归到了这个 更大的一个区域 管理范围之内 把名称取消了 后来我跟我们领导 说说说 领导能不能 把其中的一条路 留下叫夏港路的名称 行不行 嗯 后来看了我的面子 留了个夏港路 后来 行政区画又进行了调整 结果呢 又重新恢复了 叫夏港街道 这个我还挺高兴的 我理解那种感觉 于老师 对 故乡消失的时候 我也变成了一个孤儿 嗯 就是那种 它就没了 对 特别是你原来住的房子 你拥有的河流 那座遥远的青山 还有遥远的那座 芦苇荡 在现代发展过程中间 就全没了 我儿童进你中间 来远的 而卢尾桑 都完全没有了 我那个小时候 去桑树林里面 去割草的时候 还能碰到湖里 哦 生态非常好 对 但是后来一瞬间 到74年左右的时候 应该是叫做 全国平整土地运动 明白 结果全国平整土地运动 把所有的树 全卡过 所有的三岗前抹平 把所有的河流全填上 就是为了要增加几亩地 嗯 最后就把整个的 这个自然风景 就全部给破坏掉了 对 有没有点过期饮料啊 我听见 没有 过期的没有 有点过期饮料 肯定有过期的 你们不要骗我好不好 我不相信你们 余老师所说的过期饮料 不是饮料啊 就是饮料啊 就是过期的 越久越好那种饮料 给我们找找吧 真是啊 这个气泡水也很好喝 我关键是 我现在的雨会直播 我要没有过期饮料 就觉得不对 放不开 不是放不开 放还是能放得开的 嗯 就不是两个人 他轻松聊天的那种感觉了 哎呀 我希望在直播间前面 酒疯之急 也像 我们在 我的书房 喝着酒聊天的那种感觉 酒疯之急千倍少 嗯 嗯 没事 好 谢谢啊 都没有了 羊肉没有了 还有什么没有了 大虾 大虾有 大家今天减40 大虾今天的优惠特别夸张 你们试试这个气泡水 大虾又有优惠了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他们总是卖了五赚的 我从来 从来不会卖 我总会举牌子 大家要看我的牌子就行了 嗯 没看到是吧 大家 好好好 有朋友说 余老师老家 余老师老家 你们当地有个小调 叫做 就是太湖美 因为其实太湖 不在我们家乡边上 我们家乡边上是长江 为什么说 无锡的人性格相对来说 比江音人柔和一点 因为我们有一句图 叫做江音强盗无锡贼 江音是属于性格上 都比较刚的那种状态 原因就是因为 他在长江边上 又是战略要地 而且在清朝初级的时候 江音人全被清兵给杀光了 后来是你知道吗 二十十万十几万人 最近二十万人 所江音干掉了六万清兵 还干掉了两个清朝的亲王 但是最后整个江音 就被杀成了二十几个人 所以后来全是从全国各地 重新移民过去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 特别奇怪的现象 就是一个村庄和另外一个村庄 只隔了比如说五里路 但是两个村庄上的讲话 有的时候会互相听不懂 就是因为他从不同的地方 这是从浙江移过来的 那边可能是从湖北移过来的 那边可能是从山洞移过来的 可能是这种原因吧 明白 有了 在找是吧 好 余老师这个 太好了 一直在纠结 饮料能不能找点过期的 我还开始不对头感觉 好 需要的朋友 现在自己去拍啊 这个肉没了 肉没了 大家需要的话可以买虾 还有其他的这几个果汁 什么时候 你到我家乡去了 什么时候我陪你到你家乡去 做个直播 你家乡做个 做个宣传 哎呀 当地领导找我好多次了 对啊 这我可以陪你一起去 现在咱就自由了 对 然后呢 我们去爬个华山什么的 不说好了吗 对 因为这样 我就也不影响 咱公司正常的 对 不影响 对 都好 你家乡 你也邀请了我好几次了 我还没去过 我记得上次去余老师 是说那个茉莉花 那个小店是吧 对 对 那是 雪蹄能弹这个吗 会弹茉莉花吗 太棒了 我们这有这么牛逼的人吧 就是语言语语 心直口快 然后呢 英雄本色 太棒了 想到哪 说到哪 哎呀 人才啊 我在想 为什么老板可以 想说啥就啥 可能主要 还是因为有钱 无所谓的 就像张程阳老师 唱歌 可以完全不照顾 听众的感受 余老师现在说话 也无所谓的 想做 想说啥说啥 想做啥做啥 这件事情 根本就划不完 想做啥 想说啥就啥 这件事情在世界上 基本上没有人能够做到 但是呢 如果说你相对来说 想说啥就说啥 想这个 做啥就做啥 确实 钱和权加起来 是很重要的 你看我是董事长 我就 往人倒明白 我就能 在新东方层面 明白 这个至少我原来 其实在新东方 因为毕竟是我 创立的嘛 所以相对来说 想说啥做啥 东方争选 原来我想说啥做啥 要尊重管理层 对我的安排 我不是一直说嘛 就是我直播的时候 也必须是反复的 必须挺小声的嘛 这个 但是呢 如果说你不 不做公司 不需要这样的 这个权利的话 那么你作为一个 个人如果有钱的话 确实大部分 你原来做不到的事情 也是能做的 祝愿金头圈的 每个人都新年有钱 来来来 Cheers 谢谢你啊 又让我回到了 家乡的岁月中间 除了这个羊肉 还有别的要卖的吗 东省也是 这个都是我们的 自营品是吗 对有朋友说 这个余老师的老家是 江英 我老家呢是同关 大家可能 以前看金庸知道 那个封林渡口出相遇 一见阳过乌中生 封林渡就是山西 陕西的这个交界 然后过了黄河 这边就是同关 出了同关呢 那边也可以到河南 所以它是三省交界 大家以前背过这个 山河表里同关路 为什么叫山河表里呢 依着秦岭 前面是黄河 所以这个东省 还是相当不错的感觉 对 古代只要建都在长安呢 同关就是军事要塞 当然非常重要的几次 比如说这个 楚汉之争的时候 韩谷关同关 再包括安市之乱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当时 歌书汉 当时歌书汉是在同关 还是在韩谷关 同关 守同关是吧 在同关 对 所以后来杜甫还不给写了吗 切勿学歌书 不要贸然出击 所以他的历史上 他当时一点办法都没有 没办法 唐玄宗呢 他说必须出去 必须出去 必须出去 对 含泪出去 最后兵败而亡 对 然后呢 所以杜甫也写过这个 同关例 但是我们经常鼓励大家阅读啊 其实 我之前说过一段话 就是当你理解所有人之后 你就能 你就能共情每一个人 你觉得他这么做 有他的原因 他那么处理 也有他的道理 就是书读得多了 有的时候会给人 无限的共情 你最后几乎能理解 每一个人 没有太大的愤怒 甚至评论区有朋友 也一直在骂我 我其实也能理解 因为他爱的人 可能过去几天 接受了冲击 他觉得是我造成的 一定程度上 也确实如此 所以他如果说服 可以骂 就是杜甫在写同关例的时候 其实是在批判谁 是在批判郭子怡 因为当时 河北战场上打输了 又需要新的兵 郭子怡没派兵去过去 没有兵 所以之后已经 初日的轻壮年抓完了 就连老头老太太 都得抓走 大家三里三别都知道 其实就是从河南 一直到通关 这一段路上写的 没有吗 我要的那些 那个东西没有吗 不至于吧 外面的库库存没有吗 快给老头找一下 急死我了真是 满足他的愿望吧 想办法想办法 可见我们东方东西的文化 是多么的正 真的是 进去不放任何 让人乱信的东西 说不给就 老板你 这就是这个打工人心里紧张 所以大家也能知道 于老师要给我单独出一个平台 也是隔离风险 省得他在东方争选直播间 这个有时候 一时兴起脱口而出 把我们给毁了 至少转移阵地 对我刚刚回到那个话题 杜福既能理解百姓的苦 当然他后来又写 他又能理解郭子怡 他又告诉当地的 要切勿学歌书 希望战争要胜利 所以书都多了 人会有个特点 我反而 大家可能会说 觉得很软弱 我不觉得这是软弱 我觉得一个高度共情的人 其实很少会愤怒 愤怒会让你显得虚弱 而且人在愤怒的时候 各种错误的决定就贫富 不要愤怒 因为愤怒会削弱你的理智 和你的智慧 高度的共情就可以避免 你们安排去找一下我的司机 看看他车里有没有我要的东西 哎呀 急死我了 刚才有人说了 我们先从 水水 我没有我喝水啊 倒杯水 倒杯水 那个 大家呢 我们从这个中国遗产开始走起 哎呀那挺好 中国的美食文化遗产 你看今年 也挺好的 对今年山西啊 我们去完山西之后 当然山西人本来底蕴就很好 然后今年就很火 我们是在六月的时候蹭了一次山西的流量 然后紧接着山西今年后半年 因为我们回来之后当地的领导还经常会跟我保持联系 他告诉我 雨晖非常开心啊 今年山西整体旅游热度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 那甚至已经全面超过了19年 多好啊 唐代的木构建筑到现在留下了三个全在山西 然后呢 包括我们今年去的甘肃 河西走廊 沿线 对啊 那两条文化线真的是很好 那真的是一个汉帝国 汉成秦治 大家知道 在帝国积蓄了几十年的力量 文静之治 然后开始要张通毕业的时候 体现了一个少年天子和一个出生帝国的霸气 那一路沿着河西走廊出去全是古事 我们去完甘肃之后 有一段时间这个兰州说 兰州的羊皮筏子都不够用了 对 他们说骆驼罢工了 骆驼疯了 所有的羊都找不见了 羊皮筏子也没了 羊皮筏子也没了 我们喜于乐见 我们特别 喜于乐见 我们特别乐于看到这种现象的多多发生 3C 我还欠他们一个情 因为上次3C走完 南半部分 南半部分 北半部分咱们走完了 不是带了很大影响力吗 大家放心 延出必行 或早或晚的事情 当时我们答应3C说下半部分是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五月份好像是吧 在搭云光石破 6月好像是 5 6月份 5 6月 大影本来收好8 9月份什么的去一趟 结果就没去 领导一直认为我很失信 那可得补上 要补上 对 还有我们前两天去吉林专厂 这个买了很多产品 我当然也知道一些朋友后来担心 因为不开心 甚至有人退伍 所以今天晚上我提前让导演把吉林专厂 还能买的东西全部现在在链接场 40号到60号之间 40号到60号的都是这次吉林的这个农产品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大家可以再去拍 这次 对 速到吉林专厂 因为大家对雨晖 这个那天下午没有去上播 也有人在议论 那是经过我批准的 因为在那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呢 大家都是有点情绪 我也觉得在这个时候不应该上播 所以雨晖说 雨晖老师 你看怎么办 你让我上播就上 如果说不上的话呢 我也可以 和老师雨晖你先休息一下 我们就先不上播了 所以 因为有人在背后说 这个你再厉害就像演员霸演一样 你总不能这个临时霸播吧 不是 我也跟东旭做了沟通 东旭说没事 能够其他的主播也能够补上 所以就有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大家不要误解 要说大家应该骂我 因为我同意不上播 那就不意味着 不意味着什么霸播之类的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 过期 稍微有点过期 好 谢谢 气泡水 弄了半天还气泡水 苏打水 苏打水 将就是喝吧 雨晖老师 下次我要在这方面提供你们的执行力 知道 要知道老板到底想干嘛 还有 气泡水 挺好 这个气泡水不错 非常好 非常好 谢谢 今天晚上你们不用被扣工资了 所以大概 本来我已经想扣工资了 原来我想扣你们工资扣不了 现在来我想扣你们工资 一句话 男人这个嘴是真的不能信 气泡水 来来来 太棒了 这个气泡水怎么那么好呢 苏打气泡水 苏打气泡水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它几乎就是没有热量 对吧 如果是很多这个想要喝一点那种 到嘴里头有微微的刺激感的那种气泡饮料 但是又担心热量的话 很好 对我以CEO的身份 向你们提出请求 下次我跟雨晖直播 还是跟任何其他主部直播 一定要给我上气泡水 记好了 行 对 这个你们要记住 现在我是扣你们 我是可以有权力扣你们工资的 必须要提雨晖一下滥用的这个 对 不滥用 那不是滥用 那是在职权范围之内 是吧 是吧 不滥用都不知道权力有多好 你也有权力扣他们工资 一样的 我可以吗 当然来了 我还能干这事 当然了 你想你现在身份 当然马上东西会开始做 什么叫化语权啊 化语权就是 我想要你干嘛 那我能给他们掌博 当然可以啊 一会儿别歇啊 当然可以啊 都等一下好吗 说出你们的新年目标 对 只要承受得起 你不干涉吗 对吧 不干涉 都问一下爸妈过年 想家里添置点啥 现在小孙尽管是我的顾问了 但是他要想给他们掌 我也不干涉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 趁着宇慧老师和我心心好 大家可以提点要求啊 趁着你们满足了我的愿望 就自己心里心思心思啊 好 这机会不多 别客气 太好了 太开心 老板比你有 哎呀 现在恨不得立刻就去 这个做文律直播了 因为只有做文律直播 我才能享受到那种自由自然的感觉 你不也是这样吗 嗯 答案在风里 人生在路上 我们说一说吧 那个 真的 国内的文律 我们下次从哪儿开始 国际文律呢 你不满足古西了 古罗马的 我们就另外找一个地方 要不 我也不排斥 要是古埃及木乃伊什么的 可以去啊 我还没去过 古埃及没去过 我还记得就是我不知道他们那个直播的时候信号到底好不好 信号不好 不播了 那个 这个这个金字塔是能往上爬的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当然不一定能爬到顶 允许往上爬 你这边爬一下 回来就立马上车说挨马 那不会 因为无数的游客都在爬 允许的 怕是允许犯卫生的 我在在尼罗河上 坐船 如天夜 享受尼罗河上的惨岸的那个风光 明白 没等下来啊 到时候说不定你已经有可能能带着你的女朋友去了 不知道是谁 那我能带是吧 当然能带 那我这两天先抓个紧 你带谁都行 那我 对大家提醒我用公块的 不好意思 我这个平常生活习惯 哎呀没关系 我们俩还有什么那个 就我们俩人 对 我们俩反正应该谁都没病吧 怕什么呀 余老师我没有至少 对我也没有 放心 我那个非结合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情 哎呦 那就别杀人啊 别在意啊 四十年了 你担心啥呀 有潜伏期吗 没有 没有啊 有潜伏一百年 哎呀 潜伏一百年 别害我呀 我很少呢 我没 全世间的美好还没经历呢 那我要有潜伏期 我一加了还不多的是 那个兵啊 他们得多爱你 开心 今天我们粉丝们 网友们 争得上给力 我们什么都没满 我们的那个 好多人都在下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有朋友说 我们从国内先开始 没问题 肯定要国内先开始的 但是国际 我们也不要忘了 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 国际 这个互相打通联合的世界 只有走向世界 才能更好地爱我们的祖国 也才更好地知道 能够了解我们的祖国 有比较就有进步 有比较就知道差距 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 进一步地努力 对 因为有的人 他国内可能已经走得比较多了 那我们那次这个甘肃青海 就是从丝绸之路 中线到南线 绕了一圈回来 路上总结的时候还提到了 就是先看中国再看世界 归来一圈 你还是你 但已然不是过去的你 你的心智 你的认知 你的经历 你的阅历 都已经上了一个台阶 对 所谓最终看山仍是山 但它已经不是曾经的青山 因为你早已不是当年的自己 真的是这样 这个到了国外呢 你直播的时候 我就只能变成你的同声翻译了 哎呀 因为呢 你是把普通话翻译成江英话 我当然把英语翻译成普通话 把英语翻译成江英话 切刀 啥 对 切刀影 切刀影 吃的什么 吃的什么 就是吃刀啊 你看江英人 江英人的这个生活习惯 早餐 你居然记得那么好 还能记得 早餐吃个刀 中午拿两个铁梨 对 就是直接直接这个刺身啊 铁梨刺身 到了晚上江英人呢 就是钢锯 清炖钢锯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生活习惯吧 我小时候 习惯呢 跟海里的鲸鱼搏斗 跳进火山那种 我小天天用钢锯 我是木工嘛 我爸是木工嘛 你说你们家也有做木工的 是吗 我爷爷是做木工 你也是木工 木工一天大概就是跟锯子 豹子 铁子 打交道 家里全是木工 手里拿把锤子 看见钉子就想敲 这不就现在变成了我的个性吗 小时候 他们看我永远像钉子 太好了 再给我来加点七八岁 哎呀 这个 没想到我们 老板这是真的海量啊 气泡水喝了这么多 没有办法 注意 这个健康啊 气泡水喝点就行了 谢谢大家 我们的粉丝又回到三千万了 感谢大家的信任 对 前两天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就是那个 对 献个阿尔基隆的花束 那个书的 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一个人接受了智商的一个实验 他从一个普通的人 一个看似很愚笨的人 一个很平凡的人 突然变成了一个智商特别高的人 大家觉得一个人傻的时候快乐 还是聪明的时候快乐 当然了 傻的时候快乐 傻的时候快乐 对 因为在他 你为什么能不快乐 那就是因为你太聪明了吗 我比较傻 我这是傻的没福气的人 赶紧快乐起来吧 你就是因为 对 这个人在傻的时候呢 认为他在面包店的工作很有价值 他很少去怀疑 他觉得身边全是好朋友 他的母亲爱他 现在你们终于知道 这个我是对你们有力量的人了 对 对 我继续刚这个话题 他觉得他的母亲爱他 他的妹妹也关心他 在他傻的时候 他整个世界 人都是好人 事情都有意义 生活都充满阳光 有一天他接受实验的智商变的超高 他瞬间一眼就发现了身边 没有好人 他做的事情完全毫无意义 他先有种巨大的自我怀疑 他的世界崩塌了 过高的智商给他带来了痛苦 在那一刻没有了人稳 没有了情感的约束 智商对他是一个负担 然后再到后来呢 他又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在他智商有一天变得跟 故事中另一个人智商交锋的那一刻 好像一个人在上电梯 一个人下电梯 生命中错愕的那一相遇 从此我们再也无法有此刻这种感受 你看就好像我们粉丝掉下三千 又回来三千的一颗感受一样 你刚才在讲的时候 白感情形 这个世界上 这两种人最快的你知道吗 一种是撒到了任何复杂的人事关系 他都感觉不到 就唯怨无尔余 无哉无难到关系 人事关系复杂性 而不知道怎么走出来的人是最痛苦的 就是得到一缩烟于人平生的 对对对 起泡水啊 起泡水 这个还有这个带着山楂味的 它里头的甜呢 不是白砂糖 它里头 它有蜂蜜是吧 这个也挺好 我刚才打开的那瓶在哪里呢 水 山楂汁 然后浓缩苹果汁 浓缩柚子 蜂蜜 然后洛神花 二氧化碳 OK 这个也挺好的 再说一说 我们 我们是不是第一载 就可以去你的家乡啊 必须的 对吧 我来赵诺老板 家乡产品 我来通关肉加磨 这是你们家乡的产品吗 通关肉加磨 太好了 感谢感谢感谢 给我家乡露点的机会 太好了 这个我的老家通关 为大家讲一讲 在上世纪末的时候 这个是肉加午餐肉 对 它没有肉 磨加午餐肉 我磨加午餐肉 对 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 它的支柱产业 曾经是黄金 在我小的时候 我们那是全国第三大产金地 然后呢 第一是山东昭远 第二是河南玉林 第三才是陕西通关 小时候我们那几乎 家家户户都有情况 所以我小时候 小时候淘金的 对 我小时候经历过 他们家就是 小时候与辉 曾经经历过一段富有阶段 家里淘金的 对 后来怎么就败落了 因为你想 就是 都是个体 你能对这个开采的 有多大的技术 而且你承受不起 很大的风险 所以基本上 凭运行政的钱 都凭本事亏了 然后也就是在 特别小时候 我记得我当时 要跟我妈出去 借学费 后来读到 于老师的人生经历 也有那段 磕头借学费的时候 突然当时意识到了 钱可以把人变成野兽 这一次我觉得也是 咱们多么的一些 我记载起来 你们记载起来的 那么多的美好的声誉 都凭我的本事给亏掉了 深刻检讨 深刻检讨 你别这样 老板 这个为什么烤得那么好吃 这个膜 我不是说里面的肉好吃 我说这个膜很好吃 请我高规曲 你们不要着急 因为25号 26号 这帮主播们 已经在开始 后面搞阴谋了 等改天人少的时候 再让于老师唱吧 因为今天晚上 我们好不容易回到3000万 于老师这一唱 你又取光了 又又回去了 别让我拼尽全力 把他们创建起来的事业平台 每次都在我身边 就毁掉一部分 这就真的实际 实在不行 他唱完你 甚至把我们就拉黑了 说不定我哪天 就被你们这帮人 这帮熊孩子们 把我这老头 吊起来打一顿 都有可能 我觉得 那你得干啥事 我们才能下那么重的事 你没看吗 这个群里已经说了 25号晚上 说一定要把于老师 灌到喝醉了唱歌 完了呢 全体 每个人的各类平台 和咱们东方正选的平台 全部发放老头唱歌的 这个视频 我们曾经这个不幸 不是 我们曾经有些目睹过 于老师那个唱歌 尤其是喝醉之后 生死历劫 就是你感觉 那一刻 你得把全世界 最悲痛的事情 全部想一遍 才能克制住 自己内心的喜悦 没办法 受不了 我 我其实拼尽全力 自己唱的时候 我觉得 唱的挺好听的 就是觉得于老师 这辈子 放到网上 就能唱成这样 他肯定内心是委屈的 周成刚因为发了 我那个喝醉唱歌的视频 被我扣了两个月的工资了 哎呀 我说我要保持我的尊严 不要以为 我对你CEO 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行使了 你CEO的权利 对 还是得有权利 其实我唱歌的 糟糕名声 是你给我传作权 你别害怕 这不是吗 蓝丽华 不是跟你一起唱的吗 那是你自己唱的呀 那唱你给我 每言几句 你火山脚油 火山脚油 时事求是 每次你直播的时候 都老头 蓝莲花唱歌 咱企业文化 时事求是 最后是大家产生的评价 你也别来吻 我知道了 这是强倒群联推 这没办法 你是带多推的那个人吗 我 其中一份子 我只是一片雪花 正经 我真学 这个礼拜 好好的练一首歌 就算我喝醉了 唱出来 对 又要开始折磨我们了 不是 因为 这么多 熊孩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影响力 对着老头 从不同的角度 把我的熊羊造出来 那咱们东方那些 也没法干了 对 然后这一次团建就成为了我们最后一次团建 因为 下次团建 余老师 你都是熟人 别开嗓 我这一次是 让所有的熊孩子们 我说你们 滑雪 把自己的熊羊都可以造出来 尤其要把余晖的熊羊造出来 这个没结婚的还是谨慎 没事 有滑得比你更差的女孩子 不用担心 你看吧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现在 余老师 你想想你的起码 你想想你的起码 现在大家一想到你起码的样子 英俊潇洒 第一次你也不是这样的 跟着越南老师 那当时屁股 电巴 电巴 电巴的 对 但是现在你起码跟我差不多了 第一次余老师带我去起码的时候 其实屁股也颠烂了 但是 忍着不说 不能说 不能丢面子 屁股可以烂 但是人不能不疼 我觉得你第一次屁股肯定是谋破 那好几天我都只能趴着睡觉 余老师 我那一星期 然后刚好 然后又办了个内蒙专场 又懒了 又趴着睡离星期 但是他们我说不疼 小时候我妈打我也是不疼 把我妈自己给气哭了 她一边打我 她一边哭 因为我一人说不疼 内心挺坚强的 脸皮厚 得亏脸皮厚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 确实需要脸皮厚 我给大家讲 为啥后来你犯我爱骂的时候 脸皮变厚了 因为我们在去年刚开始直播的时候 那段时间 哎呀 那骂人骂真难听 当时 当时主要是针对我这个长相的羞辱 长成这个样子 还出来卖货 恶不恶心人 而且最难受的 他骂我都不难受 最让我难受的是 我到卫生间照镜子翻 他说的是对的 人说的是真话 你不能因为人说真话 你就是不好看 所以当时也就基本上 让自己的心理素质 就越来好起来 没皮没脸 你骂吧 反正你说的是对的 我不反驳 来来来 喝点这个苏大水 苏大水 刚才有人说 十几万能看两个人吃火锅 十几万 现在三百三百二十多万 对 现在有三百二十多万 刚才最高的时候 四百万了 今天是吧 对 三百八 很好 也是我们自音频吗 老家的产品 买点 我要批评你们 以后 请递住了 有新的自音频出现 一定要首先 先给C.O.G 要给我留着 要恭恭敬敬的送到我的办公室来 要不然的话 一怒之下 红颜一怒叫什么 红颜一怒 你那血见无耻啊 我到现在为止咱们新的自音频 我要求一点点半奶奶才能拿到 你也不知道赢了多少 自音频赢了多少 我都自己下单买 我到现在为止 几户送的一代都没有 你花点钱吧 你那么多钱 你花点吧 我是花 而且我花还不是给自己花 我一买就是一堆 完了呢 我作为办公室的这个人 咱们咱们九成的 你就别省这点钱 总共九成的人 我都贿赂他们了 是吧 这个否则我老不去上班 他们万一给我曝光了怎么办呢 所以是贿赂 每次咱们自音频一出现 我就告诉我秘书 紧盯着东方征选的自音频 因为小生从来不送给我 紧盯着 咱今晚能给大家抽一些吗 对 可以 来上一些 好 自音频 对 有自音频 我们在卖自音频的是吧 有自音频 上两千个福袋 给我代监者 你算了吧 我送给他 你要那么多干啥 你给他们呗 你现在让他们 给我自音频 我也没法付钱 到最后 又给我来一个 你背后我知道 你挖的肯定生的 最后来一个 那员哥们就得 这个余米红 他们白事白拿 在公司 对吧 那怎么行啊 那肯定不行啊 这个我要维护自己的形象 表面上要维护的 对吧 背后偷偷拿 我一个人 你们都下班了以后 我余老师 我申请行事一次 高级合伙人的权利 咱那个就是 不用冷练运的东西 不是生鲜的东西 全国各地 应该就都能发货 对 导演你盘一下 好吧 上一万个福袋 上啊没关系 今天这么多人 上上上 福袋 一万个福袋上不了吧 你可以分几个 你可以分五个 每个两千吗 大家参与机会多一些 福袋能上得了吗 可以 上自营品 对 选一个什么样的自营品 大家看看 我们给大家准备一些 现金擦手 也可以 可以 现金擦手的 有点便宜了吧 还好 因为 老板 老板 省着点 好 没关系 你掏 反正 反正 没关系 实在不行了 我们就 给员工降工资 福袋 明天发 明天发 来来来 上福袋 上福袋 上一千单 因为它上线 一千单 上线一千单 那就上十次 我们尽量上福袋 上 就上十次 这个 雨亏说了 一万单就是一万单 早知道 我刚说两万 这个上完以后 能自动连接 他们的发货地址吗 可以 可以 现在三十六 赶我们下播 还有二十分钟 两分钟一个 你看大家已经在骂 败家爷爷们了 这不是我 与会 跟我没关系 我哪舍得 发一万单 你审批的 你就有 现在你这个 等于共同审批 行行行 共同审批 反正之后 没钱 从你这拿 这个 现在变成了 败家爷们 对败家娘们 咬了命 大家理性消费 我看今天有一个人评论说 我要把这个月的工资 一定要理性消费 钱是分剐来的 这个我要发一万单了 刚才网友说了 这是新CEO上任 庆祝 这真的是 对吧 这个好 新气息 发吧 钱发十个两分钟一个 一个负责发一千个 都是自营品 两分钟就开了 没事 让他们自己开吧 这么多人在上面 我贴 370万人在上面 对 370万人平均 能到每个人身上 就万分之一 然后不用冷练的 尽量挑贵的发吧 好 不用冷练 千万不要用冷练 冷练有的地方 就说不到了 嗯 好好好 然后 你问定吧 反正是一万单 什么都可以 好好好 我们高速 我们高速 要能够发出去的就可以 嗯 但是这件自营品 没有库存 可能得等一段时间 好不好 反正你 我发现有权利 还是挺开心的 你可以滥用了 对 滥用滥用 继续 好爽 继续发 继续发 爽 还有人骂 我们发一万单 还有人骂我们太抠了 他就想要我们干什么 这真的是 这白拿你还嫌少 这是 建议大家反思一下自己 白拿还嫌少 这是不行 因为他一次单个福袋只能上一千个 平台 抖音平台的规定 好 那平台规定跟我们没关系 以后还有我那些 先给大家预告一下 雨晖呢 他过去有一些这个教学时候的这个这个教学经验和这个知识的积累 他慢慢的要变成一些书 哎呀 我再不误导子弟吧 无人子弟 对 你那个英语书啊那个特别好的 还有我都我都翻过嘛 把弄化以后呢 我们新的旺回出版以后呢 就放到这来这个作为福利送给大家 那只要是我输的所有版费全卷 对 雨晖呢也说了说要向我学习 因为我的书的版税呢 大部分都捐给农村地区的中小学的 雨晖说到时候也要 把这个出书拿到的版税呢 送给农村地区的 捐给农村地区的中小学 我觉得这个我们两个又达到一致了啊 对 所以呢 大家期待这个我们也会把雨晖的书 作为一些福利 这个来作为送给大家 或者说是以什么一块钱一本书 反正这个下壁炉有神 卖书仇事 我觉得你的书不会买书仇事人 也仇人 但是我也要让你尝尝 写书了卖不出去的味道 哎呀 那得印多少啊 这个此刻直播间里有383万人 384万人 我们发福袋呢 确实可能领到的只是极少数人 不管领不领得到 您都能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和好运 这是给您一个祝福 第一个一千代已经发出去了是吧 对已经发出去一个 时间不要设太长 两分钟就行 两分钟一线 两分钟一线 都可以参与是吧 每个人只要上来的 有没有关注我们的都可以参与是吧 对 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 点点关注吧 对 导演 大家都点点我们的关注了 导演得亏你了 对 你先关注的 以后如果我们又出了什么问题 你可以取关 取关了我们感受错误了 你可以继续关注 再回来 再回来 君子就是大丈夫能去能伸 对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来来往往的过程 合合分分分分合合 好多人离婚了 后来还复婚呢 真的是 真的是这样 我们就是要没完没了 这个世界本身很平淡 稍微一折腾折腾 增加的乐学挺好的 哎呀 这放过我吧 余老师刚才说 宇辉下次这个啥 下次轮到你继续震 我说你 你绕了我吧 你一直 给一个扬声号 我跟宇辉说了 如果我们再不震动了 我还要让其他这些主妇 什么顿顿名顶 游游他们继续折腾 你折腾他们吧 他们看我这个老头不顺眼 一定会折腾我的 是吧 一定的 他们也算是这个 替我们出气了 哎呀 这个 饮料真好喝 不但根本中不了了 怎么会中不了呢 再发 你就等着 你耐心 有点耐心 肯定就能做 人生就是耐心的等待 等待机会出现的过程 在这个等待机会出现的过程中间 不断的积累自己的实力 因为只有有实力的人 机会来了才能抓住 宇辉今天的 这样的这个 知识的这个传授 这样的侃侃而谈 那是他从小读书思考 这个不断的把优秀的事项消化 变成自己思想的这么一个过程 哎呀 余老师 这个我得清醒 我就是命好 纯命好 命呢 当然是机会来临 有的时候是命的原因 比如说如果没有互联网 没有抖音这样的这个大型平台 我们知识再好 我昨天在那个 全国公司上的演讲的时候 也提到你了 我说 与会的讲课 原来跟现在 其实我们在直播面前 不会有太多的区别 但是呢 这都是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 一堂课 给个50人100人讲 有了互联网 人更多一点 但是有了这样的 就是我们直播的 这样的展示自己的平台 那么就能力 就会被不断的放大 那么受益的人也就会更多 所以这个你说的是命 我们碰上了这个时代的命 但是呢 碰上这个时代的命 并不定每个人都能抓住 能抓住的人 一定是做好的 充分准备的人 那从这个意思来说呢 我也实命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 前提条件的话 那我们也不可能有今天 东方争选 大家一起来共同奋斗的 这么一个平台 但是呢 就某种意义上 之所以 咱们新的方抓住了 我觉得也是跟我过去年 过去30年的 不断的 面对任何困难 都不罢休的修炼 是有关系的 对 所以刚刚我看评论区 有个朋友说 这两个人在这就胡说八道 说的全都没有意义 其实您的评价是对的 我们刚刚分析 很多时候 你说一个人的成功 真的是因为他做对了 什么事情吗 也不见得 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 为啥 我们会活 或者说 如果是有原因 当然于老师 他过去的这个积淀 然后新生方的客户群体 这些是一个 但是最后就 天降大运方式数字成名 我很普通 很普通 然后我也一直以来 心存疑虑 且内心焦虑 就是命好 你要说讲的真有多好 行行吧 抖音里头 或者其他平台上 对于中华文化 或者书籍 信手拈来的 大有人在 我 我很清醒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说董雨辉 飘了 不反思的人才会飘 三行五身 当然的 差也不是自暴自弃的原因 因为我当了好多年老师 已经发了第二波了 是吗 对 好 你们发我们讲 对 你们发每一波都是 提醒一下 这样我们海 大家点点关注 对 一千单 持续的学习 就是因为不完美才修炼 完美了谁修炼 人修炼一辈子 可能都无法达到 圣仙的状态 谢谢大家 这刚刚也能说 这个余老师是不是把气泡水当什么喝了 就是气泡水 反过来 把气泡水当气泡水喝了 把气泡水当气泡水喝了 你别害我们 放心 不会害的 我觉得我最开心的是 作为一个老头 本来应该是在家里退休 过着平淡无际的生活 碰上了你们这么一个年轻人 对 有幸 让我生日中 然后人生开始了 你们这么一个一个 有个性 有才华的你 小孙 顿顿 明明等等 这悠悠他们这帮人 让我们觉得很开心 所以我刚才上午给你们写的信 就是看到你们 就让我心生欢喜 真的是 我每次看到你 我觉得内心就会产生一种喜悦 当然看到其他主播也是这样 对 这为什么 因为年纪大的人 他有的时候从 青春的人身上 有的时候会看到 自己的影子 会看到自己有些你一生没有想 没有实现不了 你实现不了的那种梦想 或者是没有实现的平台 看到你身边你喜欢的年轻人实现 你和年轻时的自己 擦肩而过 对对对 感觉就会非常好 对 所以这点上我还真是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年轻人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希望 这么一个平台 能为更多的年轻人 更多的年轻人 来提供发展的机会 然后我也给大家解释 因为很多朋友问 其实我们在去年火之前 去年6月9号火之前 当时最早开始直播 我记得我跟YuR有一次 直播的时候崩溃了 播了一下午 没卖出去钱 直播间真的就五个人 一个又是小孩 然后现在俩是他爸妈 现在俩是我爸妈 就是那么难的日子熬过来的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比那更难的日子 其中还有一个 五个人可能其中一个孩子 往在背后偷偷地看 对 于老师当时也经常进来 然后那么难的日子都能过来 现在也能过来 然后包括大家也知道 其实去年我们意外火了之后 我当时只要是我交接班 我都会陪着 主播一般会播个大概半小时 40分钟 甚至夸张一个多小时的时候 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直到什么时候突然解释 我记得是后来 就是任何一个东西 它得有它的时效性 就像一个商业模式 可能过了那个时代 它就不行了 就是直播带货 你能带多少年 可能它也 我也不知道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我们除了直播带货 一个是要创造自己的产品体系 但是更重要的 要把它变成一个 文化传播平台的 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文化传播 是可以源源流长的 对 我记得是后来有一次 跟别的主播再交接班 然后陪着播了一会儿 平常播完之后 就感受都很好 也会有人给你私信说 你们今天聊挺开心 挺有意思 直到有一次 我记得跟一个主播播完之后 连续两个主播都是 播完之后 当时我看我抖音 私信全是骂我的 我就意识到可能是这个 动作或者这个行为 已经无法给别人 带来任何的帮助了 所以后来 我就很少再跟 其他主播交接班的时候 陪着播了 因为有朋友 刚才评讯问的 我看到了 我给你回答一下 左上角还有一千单酸辣粉 给大家上了 左上角一千单酸辣粉 酸辣粉 我要不要上去抢一下 哎呀 你给大家留点吧 你把样品拿回去 有了有了 他们给我泡了一斤 太好了 你让大家免费抽点 你还要去抢 太好了 哎呀 我一闻到这个酸辣粉的味道 我就食欲大开 太好了 有朋友说福袋从来没有中过 你看这种小恩小惠 如果你中不了 说明老天爷另有安排 对 你人生的大富大 另有美好的 我告诉你就是我任何打麻将什么的 我从来赢不了 所以老天安排你挣了大钱 对 对 这个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当然 但是呢 他总的老天总的给你点安慰嘛 我觉得会有 所谓的赌场失忆 情长得意 情长得意 赌场失忆 所以你现在要是打牌 不是赌博啊 是不是常常会赢啊 什么的 我妈不让我去 我也不会 不会就算了 不会 好没意思 好无趣 以后不跟你玩 我这个人有毛病 他在送鱼老 老鱼你晚上吃这么多 我这个人有毛病 雨会知道 我每次只要是直播 不管个任何人直播 我唯一的本领就是 一直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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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胖 也不瘦 怎么吃都不行 怎么吃都长不了肉 你吃了会长肉吗 我也基本不太长肉 对啊 所以我们俩这个还挺搭的嘛 雨老师 这真的是大夫 大规矩人 反正我记得小时候 我奶奶跟我讲 就是看见饭就吃 看见活就干 然后呢 特别简单的话 就是看见饭就吃 看见活就干 然后我后来成长过程 也就是 这两句话 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曾经给大家 还回忆过 我在新东方 一开始当老师 新老师的时候 那会编的教案 因为编到最后 大家也必定用 没人干的事 苦活累活我就干 然后去跑想做 因为经常出差 去外地 坐好多小时 没人去我就去 但我后来发现 那个其实对我是有用的 马上来有用 很快提升了 我对于这个 考试内容的熟悉 和教学能力 写东西 一定是管用的 我的英语水平 全是靠我 编一本一本书 编出来的 明白 我出了20多本英文书 实际上 对 所以就是看见活就干 你自己不招人讨厌 看见饭就吃 你自己饿不死 对 也有好多网友 在说宇辉 原来讲的一些东西 是不是也能变成书 我们未来会有 我其实跟宇辉 一年前就说过 我说你要注意进来 我是觉得 我那口水话 有的时候 你无意中 讲出来的东西 可能它就是一篇 美好的小文章 就把它留下来 其实我跟宇老师 长胖有个非常重要原因 就是我们俩 睡眠都太差了 对 就睡眠差 相当于你醒的时间长 你身体相对消耗的多 是 另外虽然看着一直在吃 但其实没吃多少 你比如说 这不长个 全长性 你这就有点人身攻击了 我这没长个 主要是因为 我以前这个身高不到10米 大家也知道 我在高一身高的时候 退骨折过一次 为什么 我这个内外怀骨 都粉碎性骨折 然后为什么 追小狗追的 也没有 但是 去投鸡默狗别人打的 这个一段过于贫穷的 记忆就不想回忆了 反正当时为了挣点钱的 但是不是投鸡默狗的事 是光明正大的事 从那之后 身高就从不到10米 变成了不到2米 所以你看 能理解 天有不测 风云 也能说 吃了饭 不长肉 光长心眼了 我觉得如果长了心眼 做好事 我觉得也是 也是好的 我回顾自己的一生 真的还没做过 太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 这一次 大家也能说 这个鱼米红背后 是操刀手 设了个局 让两个孩子受害 我要真这样的话 我今天不敢到这个直播界来 也不敢面对小孙 也不敢面对余辉 那就太有心计了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长心眼 能够做点好事 我觉得就长呗 福袋你们一直上 别停 再上一下 一又给大家创本了 第几个 第几个 第四个了 太好了 我继续吃了 这个是今天卖太火了 我都没负存了 没负存 你可以上预售的 上预售的福袋可以吗 预售发不了福袋 预售发不了福袋 对 那就上网 卖不出去的书吧 你看余老师这回 又开始行使 自己的CEO权利 怎么办呢 你的书上了 看我在库房里 这个站的库房场地太大了 你知道吗 总归应该是有点用的 书吗 对吧 它好歹是个书啊 总归是能有用的 我们真的想一想啊 这个让团队也帮我们研究一下 第一场国际直播 我们到哪里去 我特别想出去了 在四年在国内没出去了 你也没出去了 对啊 对啊 四年没出去了 无论如何要 要去一趟 以前其实在新闻工作 福利还挺好 因为国外的每个国家 都是有文旅局的 他们文旅局负责 对这个地方的宣传工作 对 我认识的一个小孩 叫小鹏 专门是旅游 完了呢 拍照 写东西 刚开始就是 完全没有钱 但是到最后 就是慢慢的 就是 让他专门给他 活动经费 让他去宣传 对 所以呢 一个人的爱好 有的时候 是能变成自己的谋生的 那这样的人 是真正幸福的人 对 就以此为生 精于此道 而且能从中 获得快乐 获得利益是 现实追求 获得快乐是精神追求 嗯 多数人为了 最近几两 慌慌张张一辈子 其实没有接触过 自己真正的兴趣爱好 对 咱们看看 网友粉丝们 最像我们去哪个国家吧 刚才有人说 我们去那个朝鲜 现在我们可能 他们那边 不会放我们过去 不愿意我们去 咱 不说 不说 爱情海 爱情海不就是希腊吗 嗯 李老师 来来来 嗯 对 这个 大家可以点击 关注一下 我们直播间 南极是个考虑 我有一个朋友 我听黄玉廷他们说挺贵的 不 我有一个朋友包了一艘 南极的船 嗯 上个月 我们还没有今天这个局面的时候 跟我说 能不能 啊 跟着我们一起去南极玩一玩 你可以带上雨晖 我们一分钱不要 嗯 挺好 那该给人还是给人 咱不能白吃白贿 哎呀 这个没关系嘛 他互惠互利关系嘛 嗯 对他们如果愿意我们去 我们给点钱也没关系 对 但是呢 我后来没有一下答应 就是因为 当时 当时一个呢 我当时 我 我不是这个管理层 不能给你随便安排 这样的话 这个违反公司管理规矩 第二个呢 我在想 一艘船上去也到二三百人吧 对 你还 你还不得被人反死 上去一飘就是半个月啊 朋友说台湾省 余老师说去另个国家 你再说台湾省 那又没出国 那是国内 那是国内 国内我们肯定要去的 放心好了 等有一天再坐高铁去 哎 什么叫加枪带棒啊 是我说话加枪带棒的 这个是新东方的企业文化 如果大家经常看 这个新东方或者东方正选的人直播啊 互相 互相调侃 是吧 互相调侃啊 对 我也要替这个孙叔 挣个名啊 因为这个 前两天呢 大家可能翻到了一些早期啊 当时我们刚活起来 孙叔当时头上还没有头发内 他当时因为把头发剔了嘛 对 那个时候东旭他们真的是不容易啊 你会在这儿愁白了头 东旭最后把脑袋都愁破了 最后住到医院去啊 他在镜头前呢 因为他也可能当时 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太多的这个直播经验 或者说没有面对这个特别多人的经验 当时他来的时候 直播间当时也三四十万人 那我们以前的三四百人都费劲 所以当时可能也是面临人特别多的时候 人在面临紧张和压力的时候 人就往往有一些行为上的这个变形 那肯定啊 有时候因为紧张 人家会做出一些言不由衷的事情 或者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对吧 做一些事与愿违的事 但他绝非恶意 当时就是调侃 我看这两天有人找出来了 这两天你们原来直播的视频都被找出来了 对 还有人找到了说 当时在乌镇的时候 我跟天然开玩笑 然后说这是这个预测的历史 那也不是也不是不敢这么 胡说啊 没有没有 真的有 大家真正 大家刚才说天前天前 放心吧 天前等会儿 这个等他反思过了 我们会给他放上平台来的 大家不要着急 我们目前福岛是那个 在四月中远行 是真上书了 真上 现在不太是以前的 在四月中远行 鱼老师在书 真我的书上了 真有我的书 你们库房里还有我的书 到今天都没买完 你们还好意思跟我说 这是唯一一个有大量库存的产品 对啊 砸手上 太过分了吧 我的什么书 在四月中远行 真有了 发了吧 反正卖不出去 所以工作难度有时候也挺大的 下笔如有神人 卖书丑死人 而且鱼老师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创作者 量大 你看网友评论 跟过三车一样 互三互下老板 兴奋的都合不容贼 你来做一个这个过三车试试 每天晚上睡两个小时 连续一个礼拜 你来试一试 挺闹心的 对啊 挺闹心的 他真的不是一个好的忍受 平平安安顺顺碎碎的过日子 才好 这样折腾太难受了 我的书是不是连抽附带都没人要啊 有有有 参与的吧 实在不行 你们别让我太失去信心啊 你真是 实在不行 发动我们员国没能领一本 有有有 让我有点信心 全点 140万人参与 140万人参与 说明 还是有人喜欢我的书的 是吧 那你赶紧也写书吧 哎呀 你喜欢的吗 等我写出来 直播现在人数从358万 掉到355 没人参与 也有可能的 是吧 也有可能的 搞砸了 砸书里 来来来 对 大家别着急啊 这个 我那个库房里 卖不出去的书多的是 哎呀 到时候我们 到时候我全部送过来 给大家抽奖就算了 真是 所以大家能理解 这个新能方下属的 这个大鱼书店 都是大鱼书店出的 大鱼书店 大鱼书店的工作压力 多大呀 对 老板的书疯狂一隐 自乎都放那 没有 大鱼书店不亏的 我跟大鱼书店说了 你们呢 本来人是能这的 就是 就是非常便宜 给我卖出去 哪怕一块钱一本 我要的是销量 而他们说 那亏损怎么办呢 我说 我背后偷偷的补给你们 然后呢 表面上 我这个书特别畅销 所以你看这人有钱了 真的是胡话呀 所以我的工资 一半就补在出书上了 你下次别的要花 你给我 我在出书上来 表面上还要有点什么 板碎 再卷给中小学院 表明自己这个书 挺好卖的 哎呀 这没办法 你要知道 卖书仇死人啊 你这话 真的你是一语诚诚 你知道吗 本来在你说这句话之前 我书挺好卖的 你说完这句话以后 我的书销量骤减 我这暗示了 心理暗示了 暗示 心理暗示了 没办法 下次你弄了以后 我也要来点心理暗示 你这个花钱的方法 挺别致的呀 自己买自己的 然后再把板碎再一卷 那怎么办呢 为了面子嘛 这就是精神追求啊 所以大家看 这个脱离的生活困苦之后 人就是精神追求 大家说以后 我签名 我一万本给你们签名 把我的手给签熟了 下次还会有的 这个我跟宇辉 其实原来很早就聊过 说我们俩要不实在不行 两人合作出一个 英文书算了 就是写一个英文书 其实也可以的 写一个英文的 学习的书吧 对我今天 我的特长是在 词汇记忆啊 等等这方面 我今天还刷到 于老师以前 讲英语的一段时间 大概到现在应该 还有两万以上 高中生一般就是 三千左右 高中生两千五 就应该能够高考的分数 应该不错了 应该是吧 差不多 差不多吧 对你 你的英语书不是 写给高中生的吗 现在是吧 对 对你把它整理一下以后 真的交给我们出版了 出版以后 我们就汇集大将 这就是 这大于出版社的 这工作人物又加重了 本来就是一个 钱砸手里了 对你的说反正也不厚 我告诉他们 马马虎虎 给出一下就行了 给予个面子 对 我就这点钱 似乎全买自己输了 也有可能 还是谨慎点 你出了以后 至少我们 粉丝们受益嘛 是吧 你让他们 抽抽福袋什么的 对 来山东公主 快 下面还有谁 进我们的班的吗 是吧 对 来了来了 还有是吧 悠悠啊 悠悠 来来来 一起来过来 给大家见个面吧 对 悠悠悠悠 大家知道 我们在这个走红之前 当时悠悠是我们的这个 销量担当 所以每次呢 就特别争取跟悠悠直播 很香 他说的销量担当 就是今天终于卖到了 两味数的 有时候呢 也能三味数呢 有时候呢 有时候也能三味数 卖那个 9块9的 葡萄干 在咱们火爆以前 咱们杀就是这个状态 每次我去东方正确直播 我带去一点点的流量以后 就是你们俩 我左右在我两边 对 当时呢 这个悠悠是 鱼女郎 哎呀 我们当时都没那个机会 对吧 大家看鱼老师 当时来这来两小时 全程连我一眼都没看过 你知道吗 当时鱼老师 就鱼悠也在那个方向 我在这个方向 鱼老师一直这样 我当然想 鱼老师 你是今天紧别不舒服吗 还是咋 你这闹枕了 你从头连你头都不拧 没有 完了他们就给我 人呐 就是这样子的 我去每次 我就是观众席 当时我去每次去直播 你们就两句折腾我什么 要不是给我戴上头巾 要不是就给我披上床单 就让我出手 为了拉那个粉丝量上来 结果拉了半天 也就是几千人到一万人 那只要能卖出去 也知道 很可观的 毕竟从几十人拉上去的 对 辛苦 做好了 我们以后走世界 又有机会 要参与一下 必须的 来你把镜头 我刚才都听到了 没事没事 OK的 过来了 调过来了 刚才都听到了 我今天上班都是滑着雪来的 已经 开始练习 已经迫不及待了 是吧 迫不及待 对 我跟你们 今天我跟那个 我的朋友说 准备全世界最好的滑雪風 而且必须不同的颜色了 你们到现场去挑 挑完以后 我滑雪風就终身是你们的 那个滑雪風是 真的是非常贵的 哎呀 对 你今天说的我都好奇了 那应该就是不行 我再买个便宜的 我在想能有 他能有多贵呀 你实在是 你把钱折给我算了 我买个便宜的 是啊 我也这个意思呢 交给你 过你活好几个月的 我们就图实惠啊 余老师 你给年轻人要讲实惠 我要那么贵的 花园服干啥 可不是呢 老托北也能做的 就是你们拿点 这种小的小会 开心开心 我觉得挺好的 确实挺开心 是吧 忘记要这事 有花园服好几万呢 也滑过吧 算是滑过 对 他没滑过 所以我这一次 一次都没滑过吧 不可能 前段去一次 刚去我就 为了躲开一个女孩 然后就 肋骨就摔了 所以你看我前一段休息 因为我当时肋骨断了 我这儿现在长度了 一个多大 他看见女孩 补补就带着冲过去 不是 我要躲开 他突然摔了 我要躲开他 是 后来孙老师 你是被人认出来了 所以要滑到你身边来 没有他带着 女孩根本看不出来 然后孙老师说 你躲啥呀 你就顺势 你就对不来 你现在滑雪 是不是那种 叫鱼类型的 就从上面 就冲下去了 我转圈呢 你能转圈还去了 必须 看不起谁呢 真的是 识别三日 到广部相看 越好越差 但余老师 滑雪高手 也不是高手 我是中级水平 真的有好多 我睡眠的会儿 就太高手了 我根本就没法跟他们比 但是呢 我可以就说 作为一个老头嘛 就是 不过前两天小萨还回 小萨把他带着一起去 可以 我问问他 他只要不出镜就行 他就不违反规矩 对 还能我们也不直播嘛 对 就是玩了 每个人把自己觉得好玩的视频 往自己的平台上 往这个东方童谣平台上扔一扔就行了 表示我们很欢乐嘛 对吧 很欢乐是吧 必须的 今天群里就很欢乐了 今天那个 咱们这个 相关领导跟我说 说余老师不合适吧 我们去玩两天 25 26号全部停播 每个平台都停播 我说 我现在是CEO 你就听我的了 结果就能了 你们休息两天了 太好了 是吧 是 刚才都已经开始统计那个蚩马 然后所有人在问 咱也没穿过这个滑雪服 芝麻怎么写 这样你平时写 你平时的一样 是吧 对对 它就分大中小 对 明白 它没有具体的 就是你比如说大中小 你一说就可以了 而且你们到下那去四川 所以它不会出现太大了 四川不行了 你就换一套呗 对 明白 听起来越来越高端了 对 我们以后就是冬天滑雪 夏天起 可以吧 啥时候工作 像是完了 想工作的时候工作一下 那这个 那这个愿望 策马奔腾 共享盛世繁华 对 咱们后台的朋友 你们不用太担心 能主播能玩玩了 我也会组织你们玩的 对 凡是支持我的 都可以玩 凡是反对我的 都天天工作 在于老师的这个努力下 这个公司的业绩 越来越艰难 住整个董事会 强烈要求罢免于老师 真有可能 你干点活吧 因为咱们董事会 是对股东负责一看 小生在的时候 业绩那么好 我在的时候 突然业绩不带下降 那就麻烦了 对 但是我希望董事会 还能够给我一点机会吧 给你们 又是你看你有啥 有很多生意 没事 你要不要喝点 对我们 你借果汁 我们借气泡水 感谢两位 东方曾选主播创始人 这个主播 我们三人是 东方曾选开播第一天 就我们三 去年首播的时候 就我们三 对对对 又有雨晖 我们三 当时称的两个平台 一个是我个人平台 当时又有这个 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穿上一身帅气西装 确实当时是有点那个装 化完自己都不认识 就是走动 头都得这个顶着 对 脖子都不带感动的 对大家 三千一百万是 三千一百万是我们的粉丝量 又回来了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再次信任 让大家失望了 但是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回归 让大家就是保持长久的对我们的信任 情人总分分合合 对 但是我们未来录 但兄妹长长久久 所以 这个是你的节目 所以 我这是人生经历 我当年在上学的时候 只要是我主动表示出好感女孩 自货度数的 雨晖 咱俩做兄妹 我当时觉得他们不喜欢我 但我现在觉得 他们做法是对的 情人总分分合合合 兄妹才天长地久 真的是 涂我啥呀 现在就是 我就是涂个长长久久 是吧 原来是有点小心思 是会 必须的 都看出来了 那个 很快 大家问小生 小生很快也会来频道上 这个卖货的 我必须让他 来继续 这个除了跟我背后 冲锋花车一起共同努力以外 还必须为我们的 这个卖货也不需注贡献 我们 我们 我们真的是 东方争选的首部 对不对 是 第一天就我们 二二年的 二一年的 十二月二十八号 二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八号 现在有朋友说 咱们 因为咱们世界到了 必须给悠悠腾出余地了 那我不介意 这个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而且我必须要在这时候爆个料 大家知道 余老师 对吧 商界纵横多年 这个自认为自己没有 这个坏的口碑 当时在开播前 我的坏的口碑太多了 这个坐实的没急 这个真正能坐实的 我们还都没说呢 这个余老师当时在开播之前 给我们多次错误的暗示 他当时说了 我这个谁朋友 你看 今晚他又买多少万 这个多少卖 我们当时就站在过道里 我们想 这今晚还播吗 余老师 要不你朋友直接下单行 我们播啥呀 当天我们定了一个 非常保守的目标 是1.5亿 就是余老师身边的朋友们 全部说了 老余 你今天只要开播 我就买 咱俩这么多年江湖情分 兄弟情深 你放心 遮死你博怪 交给我来班 善行人分那种 交给我来班 然后呢 这个开播的时候 我们就很兴奋 我们一直等待着数据 然后过了很久之后 说终于破100万 过去快一小时了 这破100万 我说你给余老师 朋友们发出消息 朋友呢 朋友呢 我看余老师那里边 讲得很开心 优优在旁边 对吧 大人模样 全身帅气 对 然后呢 我看余老师 这不亦乐乎呀 我说余老师 这些朋友 你别收着呀 对吧 你全力以赴呀 别保留实力 真的是余老师 这辈子能用张你几次呀 你赶快买呀 这些朋友后来 我就全断交了 是吧 是吧 哎呀忽悠的 到两小时的时候 这个卖了400多万 我记得 反正总共 最后两家钱 是500多万 余老师那些朋友 你们咋是这呢 对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 东方争选活起来之后 余老师那些朋友们 现在就都回来了 没有后来那些朋友 我把他们嫌了我家里 煮了一大锅粥 放了几盘咸菜 我说你们吃完了 从此以后 你们就走吧 所以这个说明 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你看朋友又回来了 对吧 又回来了 现在我的不少企业家朋友 订的全是咱们 东方争选都是送免货 哎呦 你看还是好人多 说明这个说明 我们的近点 不是朋友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 你像我们第一次 你还记得 卖的那个货 我们说要好货吗 结果那个货 真的是好贵 我当时一边卖 一边怎么说的 好货就是好贵的货 我说太贵了 我也自己也不买 是 那你还记得吧 还记得到时候 我怎么说的 是太贵了 我自己也不买 每一句话都掉到地上 保守目标 完了 8月1.5亿 完了 以后你的脸色都弄白了 对 一句话都接不得 这是拿扎盘的 来扎盘的 保守目标1.5亿 最后两个平台 余老师的账号 加上的万账账号 一共卖了500来万 500来万 对 这500来万 所以你看就是理想 非常的 解决到我 一走第二天 他们自己开始卖 卖了10万 不到 差不多 对 不到 所以我们尽管有各种各样的 风风雨雨 齐齐扶扶 还是很有进步的 就是整个团队 大家齐心齐力 这个同舟共进的努力 对 所以这个东方真选 最大的伯乐 就是镜头前的 每一个朋友 要不是你们的 偏爱和停留 关注和支持 我们绝对没有可能 走到今天 向大家再次表示感谢 请大家原谅我们 这一次的失误 让我们给我们再次机会 让我们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也给大家带来 就是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欢乐 谢谢大家 谢谢 余慧还有说不说了吧 让悠悠吧 这个 没事 我们我刚才给大家回忆这一段 其实想告诉你什么 想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不愿意 离开这里 我们为什么愿意 最后还是回到一起奋斗 因为我们不愿意 抛弃曾经的自己 谢谢 谢谢 余慧给大家唱首歌吧 你唱不 一起唱朋友吧 余慧有那个啥 有可莉莉 找你的乐器 那你们唱 你们会唱的 我在边上听吧 余道时独创一首蓝莲花 然后呢 粉丝数再次调回两千八 我唱完了 明天董事会 你就把我罢免了 一首蓝莲花 唱的恩断义绝 如果能一起唱朋友最好 可以可以可以 这些年一个人 导演 找一下也能 那其实对 其实我们这个 铁庭可以弹 对对对 然后如果方便的话 这边可以把歌词给往这敲一下 对 歌词能弄出来吗 把那歌词往那上里提 我们这位太厉害了 什么曲子都能弹 是的 就上次我们开那个叫什么 十周年还是什么 不是 你在我们背后 那个叫品牌还是什么样来着 对 上次对 开播的时候 铁庭 那个就是我们走台的那个 对对对 不是蓝莲花 走台以后 大家就华剑 这个这个两个评价 一个是 余老师在走部队的那个 这个走那个正步 第二个是说余老师的脚后腿 这个不是腿和手是一顺的 哎呀 这那次走台 设计过的 对 时尚宠儿的这个 木法 好我们开始吧 好 你们你们 好 第二期 一个人 风也过 雨也凑 有过累 有过错 还记得坚持什么 真爱过 才会懂 会记我 会挥手 总有梦 总有你 在心中 同有一生 一起走 那些日子 不再有 一句话 一辈子 一身情 一杯酒 朋友 不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 你会懂 还有啥 还有痛 还有嗦 还有我 好 谢谢 感谢大家刚才这段的忍受 导演你再上俩福袋 你表示对大家刚才精神上任造成的所有伤害 感谢您的关注 感谢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支持 如果有这种伤害 以后我们都送福袋 都送福袋 好话说的百变 不如多发一点钱 谢谢 好 我们的福袋都发完了吗 已经上了 给大家上了 已经上了 全部上完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跟雨晖就撤退了 像的一个悠悠来接台 来 谢谢 我下的再多是21号 干一下这个 然后之后大概会修 一月左右的价 这个我都吃过 悠悠你就别吃了 没事 等会儿 让他们收拾一下 再见 辛苦 辛苦 谢谢 21号 21号晚上 余老师到时候还来不 21号晚上我不来了 可能邹老师可以过来 跟他聊聊 到时候可以让老周来 对 然后呢 我们是25号 好 我们努力的滑雪 对 前两天这会儿 本来咱们还想着说 在哪儿去滑雪 必于的 对 必于的 对 我们给大家安排了 特别好的环境 是吧 学长几乎被我们包了 太好了 还是得有钱 可以糊滑 这是我朋友的学长 他不要我的钱 辛苦 辛苦 余老师 余辉